欢迎大家观看团团邀里居家健身系列课程 我是北京理工大学邱慧芳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程是24时太极拳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练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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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接蹲下去就可以了 出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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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野马分钟 教大家上指我们不用先教大家上指 我们不用先着急做下指 好吧 我们一点一点的来 大家跟我一起一样啊 两个脚分开 好 首先我们两腿微曲一点啊 保持微曲一点就可以了 不用蹲得太低 两手按照腹前 好 首先我们做一个右抱球 好 右抱球呢 一定是右手在上 一定是右手在上 一定是右手在上就叫右抱球 如果是左抱球呢 就是左手在上 好 右抱球 右手在上 既然是抱球 那么一定是乘一个抱球状 那右手在上 就是手心朝下 左手在下 手心朝上 那上面的手抱球都是与胸同高 下面的手抱球都是与腹同高 那么与胸前的距离 大概是两拳的距离就可以了 两拳的距离 对 呈现一个右抱球 那么我右抱球呢 以右胸为主 所以稍微往右侧一点 假如我要左抱球呢 就是以左胸为主 稍微往左侧侧一点 对 往左侧侧一点 手心相对 好吧 好 那我们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要做右抱球 好 抱球 右抱球 好 野马分钟 我们先不用管我的这个右手 左手啊 好 左手向前分出去 对 分出去的时候呢 你看我们刚刚手心是朝上的 对吧 手心基本不变 还是手心朝上 好 向前分出去 好 这个时候呢 是我们的大臂 带着小臂向前出去 但是不能出现趋走 也就是说不能出现一 二 这种动作不用 就是说你大臂带着小臂一起出去 侧面看 你看就是这样的 你看 一起出去 对 就基本上好像成一个 带一点弧形的直线出去 这是我们的左手 好 左手再来一次 好 左手分出去 右手 右手往下按 我们也叫踩 从胸前按到哪里 按到我们的胯旁 同时手指尖是冲前的 刚刚在胸前的时候 你的手指尖是横着的 好 这个时候往下按的时候呢 慢慢按成手指尖冲前 所以你手臂往里一旋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野马分钟 出哪个脚 出哪个手 就为哪一侧 你现在我侧的是左手 就是左野马分钟 非常好 好 那么我们把两个手一起连一遍 抱球 从这里开始 好 右抱球 右手再上 右抱球 好 左野马分钟 左手向前分 右手往下按 好 接着 接着我们开始做左抱球 左抱球 你看左手手心往下一翻 就放在胸前了 好 一翻放在胸前 右手手心也朝上一翻 对 变成左抱球了 好 接着 右手向前分出去 左手往下按 好 两个手一起做啊 好 右手向前分出去 左手往下按 对 右野马分钟 好 接着再来一次 右抱球 左野马分钟 左抱球 右野马分钟 右抱球 左野马分钟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上肢动作 下面呢 下肢大家跟我一起来学啊 好 之前我说过的弓箭步 前后脚拉开 前脚脚尖冲前 右脚45度 好 手插腰就可以了 我们暂时休息我们的手啊 刚刚练了半天的手 回坐成为一个须部 同时呢 脚尖要翘起来 脚尖翘起来 好 白脚45度 身体向左摆 向左摆 45度 好 然后呢 踩稳了 不要站起来啊 保持这个驱蹲的状态 然后把后脚 跟过来 跟在哪里呢 跟在我们左脚的脚 脚踝的内侧 不要放在后面 不要放在前面 不要放在太远 就在跟在他的脚踝的内侧 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身体是斜的 好 身体是斜的 不动 接着出右脚 脚尖冲前 脚尖是冲前的 看见没有 没有向外摆 脚尖冲前 不要再重叠 不要重叠 好 在他的右脚 在他的左脚的外侧 两个与肩同宽啊 好 接着 慢慢变成功部 身体转正 好 我们再来一次啊 就这个 接着回坐 翘脚尖 白脚 好 踏实 钉步 又做一个钉步 好 身体不动 出脚 左脚 还是一样的 脚跟落地 脚尖冲前 身体是斜的 好 慢慢踏实 变功部 身体同时转正 我们再来一个啊 再做一个 好 回坐 白脚尖 45度 身体也转 一定身体转啊 好 踏实 好 钉步 注意钉步在脚踝的内侧 身体不动 出脚 脚尖 正前方 一定要记住了 好 两个脚之间要有间距啊 好 慢慢 身体转正 趁前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下肢的一个动作 这个下肢动作呢 叫前进步 在二十四十太极拳里面呢 它会常常出现 我们的野马分钟 都会出现这个动作 这个步行 所以说是一个比较 主要 很重要的一个步行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把刚刚的这个上肢动作 和下肢动作 我们结合起来 一起做 好吧 大家跟我一起来啊 我首先冲着 大家一起做 待会我们再朝正常方向 好吧 好 这样你能看得清楚啊 首先我的右脚呢 向外摆 我们刚刚是这个样啊 向右脚向外摆 四十五度 四十五度 右脚啊 好 然后呢 钉步 对 钉步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因为我的身体是朝右转嘛 你看 朝右转 所以我就是右抱球 右手在上 右手在上 好 先出脚 手不动 先把脚分出去 先出脚 好 接着 一重心 攻步 分手 对 一重心 攻步 分手 好 记住啊 注意的要求就是 你的手 跟你的脚 在一个 位置上 不要做 公布 做好了以后 你的手 分分分分分 分到不知道 哪里去了 跑到这儿来了 啊 你看 就太开了 好 手跟脚 在一个方向 那另外一个手呢 右手呢 是往下按 冲正前方就可以了 往下按就行了 好 我们接着再走 回坐 这个时候你的手不要动 尤其是初学者啊 我们就简单的跟着动作做就行了 好 翘脚尖 翘脚尖完了以后摆 身体转45度 好 踏实 踏实 这个时候你又开始慢慢翻手了 因为我们要马上开始抱球了 踩住踏实 钉步 左抱球 为什么是左抱球呢 因为你的身体是朝左转的 是左抱球 你身体朝哪儿左按 就哪个方向 比方向左边 就左手在上 朝右边就右手在上 记住这个规律啊 好 接着 我们手不动 你看抱球的手抱好了 不动 出脚 出脚的时候不要着急去分手 不要分手啊 就是把脚先分出去 把脚先踏出去 好 然后在 移重心的时候在 一前一后的分手 分出去 分出去的手一样的 手跟脚在一个位置上 同时呢 不能够高于 你看 不要挡住脸 与肩同高 然后另外一个手放在胯旁 好 我们再来一个啊 好 回坐 脚 白脚 钉步踏实 抱球 你看身体朝右转了 所以我就是 又抱球了 对吧 好 出脚 你看身体不动 手也不动 身体你看都没有变 不要变 身体还是斜的 只是出了脚而已 好 公布分手 好 这个时候再转正 对 左右野马分钟 是三个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左边一个 好 下面呢 我正常方向 就是我们刚刚练习的正常方向 大家跟我一起来啊 看一看啊 如果说你觉得 好像还是有点迷糊的话呢 那么你看老师 练一遍 好不好 好 我们第一个动作 启示完了以后 按掌 蹲下来了 对吧 好 首先呢 我们身体朝左转一点 朝左转啊 左转的同时 右抱球 左转的同时 右抱球 因为是第一个动作啊 第一个动作 好 接着 继续再转一点 身体左转 出脚 对 左脚 冲着左前方 不能重叠啊 千万不能重叠 千万不能重叠 好 左掩满分钟 好 回坐 白脚 45度 钉步 抱球 你看身体朝左 左抱球 出脚 身体不动 先把脚出去 好 移重心 分手 右掩满分钟 回坐 白脚 钉步 右抱球 出脚 好 移重心 左掩满分钟 啊 这个动作呢 它是 别看它有左右左 它其实只是一个动作 啊 一个动作 但是呢 因为 涉及到左边和右边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的人会觉得做右边会很顺手 一到左侧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个不太习惯啊 但是我们要常常锻炼我们的左侧才可以 好 下面呢 我转过来 大家跟着我一起练一遍 好吧 还是第一个动作结束以后 驱蹲按掌 好 身体小左侧啊 好 身体微微左转 右手再上 右抱球 啊 脚收回来 对 收回来 好 接着身体再左转一点 出脚 好 左掩满分钟 回坐 摆脚 踏实 钉步 左抱球 左手再上 出脚 移重心 右掩满分钟 回坐 摆脚 钉步 右抱球 右手再上 出脚 公步 左掩满分钟 好 呃 这个动作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 我觉得就很容易出现错误的地方 就是呃 就是第一个动作的 脉脚的方向 脉脚的方向 假如说我现在对着大家的话 我是侧面 有的人可能说他看不到 比如说说一收完了以后 老师这个左脚到底是往哪儿迈呢 好 大家现在看我做啊 看我做你就知道往哪儿迈了 好按掌完了以后身体微微左转 抱球 好你看再转一点 出脚 往哪儿迈 你看这个脚 在你的脚的后方 对吧 很常常会有人做的什么 出脚 这儿都算好的 他只是重变了 他只是重叠了 有的人的方向就直接冲这个方向了 好 那越打越糊涂 对吧 好 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第一个位置一定要定好了 多多转一点 再转过来 出脚 你看 一定是在你的右脚的后侧 对 好 然后身体转正 这个时候就调整过来了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手已经出去了 膝肩不能过脚尖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出去以后的这个手的高度 不能够过头 一定要在你的这个范围内 尤其是不能够随意 那太极拳呢 看起来好像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大家有时候一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哎呀 这个又是左手 又是右手 我还得关注上面 还得记住下面 他就觉得有一点复杂 所以说太极拳是练你全身控制能力 非常好的 而且协调能力要一定要做得很好才可以 那这种动作我们要反复练啊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学习第三个动作呢 白鹤亮翅 好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 先看我做一遍 好吧 正常方向啊 好 先看我做一遍 好 跟半步抱球 转腰提腕 须部 白鹤亮翅 好 我正面再对大家做一遍啊 刚刚是正常方向 好 跟半步 抱球 转腰提腕 须部 白鹤亮翅 好 这个动作呢 应该做出来是动作舒展大方 很好看的 好 那下面呢 这个动作也是一样的 先跟我学上肢 好吧 学上肢啊 好 还是两个腿分开 站在这儿 不动就可以了啊 好 我们接上一试的野马分钟 最后一个是 左手在前 哎 左手在前 那把左手分出去啊 好 双腿稍微曲一点点 让腿休息一下 好 抱球 怎么抱呢 左抱球 就左手手心 直接往下一翻就可以了 左手手心 直接往下一翻 抱球 右手 好 就可以 哎 对 上下相对的啊 好 接着 我们还是一个手一个手啊 左手先不管啊 好 右手提起来 右手提起来的同时 身体呢 也向右侧转一点 就看着你的右手的方向 你的右手在哪里 身体就往哪转啊 对 好 提起来 提起来以后呢 这个我们的这个 右手呢 手指尖是冲前 虎口朝上的 对 成一个弧线形 啊 弧线形啊 好 再来一次啊 抱球啊 走 提起来 就提腕 眼睛看 好 这时候左手干什么呢 左手去找右手 啊 左手放在右手的手腕上 手腕上 看见没有 可以了啊 好 我们这两个动作连起来 一起啊 两个手一起连着住啊 好 转腰提腕 45度 好 下面一个动作啊 好 左手往下 就从右侧 往左下 右侧 你看在你手腕这个位置 往你的左侧画弧 同时身体转正 那右手呢 往下一层 手腕一层 就手指刚刚不是正对着前方吗 当你做左手往下画弧的时候 你的右手手指慢慢向上 斜向上方就可以了 对 我们的手不要太大啊 就是说 基本上与头同高 对 往两侧就可以了 还有的人在做这个动作呢 容易把它做成了 向后 或者是太小 或者是太大 都不用啊 要把它做成一个圆形 做成一个圆形啊 好 大家跟我在一起啊 这个动作 转腰提腕 好 转腰 眼睛往正前方看 对 画虎 身体朝正前方 哎 好 下面呢 开始学习下肢动作啊 插腰 还是由公部开始 那这个步行呢 是我们的一个新的步行 叫须部 须部呢 在二十四十太极拳里头 后面会特别的多啊 好 这个我们也是新的一个内型 我们要学啊 好 先看我做 跟半步 移重心到后脚 须部 对 左脚往前迈半步 好 侧面看 前脚先不动 后脚往前跟啊 根部根部 也就是它要往前 跟在它的后面 才叫根部 你往前这样了 就叫上部了 对吧 啊 所以根部呢 它就是跟在它的后面 跟在后脚的 对 啊 那么跟在后脚呢 脚尖呢 是四十五度根 不要冲着正前方根 冲着正前方根的话 后面这个动就没法做了 而且很容易 身体站不住啊 所以说一定是 根部脚尖是四十五度就可以了 当你一做根部的时候 就把重心移到后脚 移到后脚 这个时候把左脚抬起来 向前迈半步 对 迈半步成什么 成一个须部 须部一定要是两个腿都弯 才可以啊 有的人为了省力呢 把这个腿伸直 啊 就不行 哎 对 两个腿都得弯才可以 这个时候我感觉到 后腿的大腿 特别吃劲 啊 大家跟我一起再来一次啊 一起来 好 跟半步 移重心到后脚 好 须部 啊 对 好 白鹤亮翅上肢下肢 我们结合起来 一起做 面对大家啊 好 预备 左脸马分钟 公步 左手在前 对 好 根部啊 一边根部一边做抱球 还记得我们刚刚的上肢动作吧 好 后脚往前跟 根部抱球 对 根部抱球 对 根部抱球啊 好 移重心到后脚的同时 提腕 一边往会移 一边提腕 好 左脚开始往前放了 我这个左脚往前放半步 左脚往前放的时候 同时转腰 白鹤亮翅 身体转正 对 就记住这三个步骤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尤其是初学者 刚刚学的时候 一定要把他这个 每个动作 上面跟下面的搭配 一定要学好 啊 然后到时候一连就可以了啊 再交一次 再来一次啊 大家跟我一起来 好 根部抱球 这个时候重心还在前脚 只是根部了 还没有移重心 好 一边往回移重心 一边转腰提腕 眼睛也看到你的右手 好 须部往前放半步的同时 好 转正 同时左手画弧拉开 右手呢 手指冲着鞋上方 对 白鹤亮翅 啊 好 那么呢 冲着正常方向 大家再跟我做一遍 一码分钟 好 跟半步 抱球 转腰提腕 重心移到后脚 须部 白鹤亮翅 白鹤亮翅 白鹤亮翅呢 白鹤亮翅呢 这个动作呢 你像名字就能听得出来 白鹤亮翅呢 很漂亮 很舒展 很大方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也要给它做得很舒展大方 但是这个舒展大方不是没有规矩啊 就刚刚说到的 不能直臂 不能过后面去 也不能够太小 而手上不能出现角度 所以它一定要是做出来的舒展大方 手一定是在你身体的范围内 它呈现一个 上面的手一个半圆 下面的手一个半圆 对吧 一个半弧形 那么呢 再就是我们的脚 脚在做的时候呢 一定都是保持趋蹲的状态 我们很多人呢 为了省力呢 他会站起来 你比如说前面几个动作蹲着的 他情不自禁的 就想给自己省力 站着 再蹲下 站着 再蹲下 那就有这个高低起伏了 从头到尾 都得要处于半蹲 你可以高一点 但是一定要保持这个趋蹲的这个状态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做的时候呢 一定是趋蹲着根部 趋蹲着转腰移重心 趋蹲着白和亮尺 白和亮尺 那么在做的时候呢 前腿跟后腿都应该弯曲 那么后面的这个脚呢 这个脚踝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不要脚尖点地 是前脚掌找底 所以我们的脚踝一定要放松 你看那个脚 脚跟离地面啊 差不多也就是 一个脚的一个距离 你看一个脚 一个脚的距离 它离了一点点地面就可以了 重点就是要将我们的脚踝放下来 如果你把这脚尖一点地的话 你看就特别紧张 对吧 放下来 就感觉到下肢就会很松弛了 所以说白和亮尺的这个动作呢 一定要做起来 整个的动作是流畅 舒展 然后并且非常的好看 很优美大方的 好 下面我们接着学习第四个动作 左右搂西奥布 那么左右搂西奥布呢 它的下肢动作 跟我们的这个野马分钟是一样的 都是前进步 上肢是不同的 那现在呢 我们重点还是学习上肢 然后呢 一会儿我们把这个下肢 复习一下 然后上下一连 我们就可以学会了 好 那下面呢 大家先看我做一遍 这个动作啊 好 我们接上一试 白和亮尺 好 左搂西奥布 右搂西奥布 左搂西奥布 好 那大家跟我一样 我们先学上直 我们还是两个腿分开 稍微膝微曲一点就可以了 好 我们从我们的前面的白和亮尺的这个动作 姿势开始啊 好 我们首先呢 左手不要动 动右手啊 好 右手 大家跟我一起啊 右手 也就是上面这个手啊 右手 好 从右往左 好 再往下 画一个圆 你看 手心是对自己的 好 然后到侧面 慢慢手心翻转 抬起来 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手 基本上是画了一个整圆 对吧 好 还是右手啊 好 右手 从右到左 好 到下 慢慢手心向上翻起来 对 一个圆 好 那么 我们做完了我们的右手以后 我们的左手呢 要做半个圆 做哪半个圆呢 在下面 好 从下 往上 到 右侧 去找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右手 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放在 左手放在右手的走关节 内侧的位置上 搭在上面就可以了 好 那么右手呢 是画了一个圆 左手呢 是画了半个圆 所以说我们要同时到达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要右手先走 先走半圈 好 大家跟我一起来啊 两个手一起结合 右手先走 好 走到下侧的时候 左手开始走 从上走 好 两个手接着走 一上一下 两手相合于体侧 再来一次 这个呢 开始关系到太极拳 画圆的这个问题了 对吧 好 我们再做一遍啊 好 右手先走 好 画半圈 接着左手开始走了 一上一下 你看没 一上一下 好 微微转腰 两手相合于体侧 右手是手心朝上 左手是手心朝下的 好 接着下一个动作啊 好 右手呢 躯臂搭在耳朵旁边 躯臂搭在耳朵旁边 掌心是朝下 手指尖基本上是冲前的 那么我的左手呢 好 放下来 就横着放 横着放 你看 横着放的 指尖是冲着我们的右侧的 啊 然后放在哪里 放在肚子的位置上 就可以了 好 这两个手一起啊 那我们身体刚刚已经转了一点 45度 所以身体还在45度 好 走 躯臂 啊 搭腕 我们压掌 哎 就是搭耳朵 搭在耳朵上面啊 我们就形象一点 搭在耳朵这个地方 好 把掌压下来 好 两个手一起来啊 好 搭耳按掌 下面我们开始 搂西推掌了啊 搂西想象 好像对方踢你一脚 你要把这个他的 把他的这个脚啊 哎 搂过去 所以说左手呢 从右侧往左侧画了一个半圆 啊 画了一个半圆以后呢 掌心朝下 手指尖冲前 放在你 左腿的外侧 啊 这是我们的左手 那右手呢 从你的耳朵 耳朵的位置 向前推出去 哎 从耳朵 向前推出去 啊 推出去 好 两个手同时来 同时一起做 哎 走 搂西 推掌 好 那记住了 我现在是右手推 那么一定是什么 右手呢 在身体的右侧 不要过中线 啊 不要过中线 然后呢 也不能太大 不要跑到肩的外面去 所以说 它的规矩就是啊 就是在我的这个 呃 身体的这个中线 和我的右肩的外侧 在这个幅度以内 就是可以的 啊 对 好 我们把这个前面的这个 楼西推掌 做一遍啊 大家跟我一起来 从我们的 白鹤亮翅 开始接 右手先走 左手跟上 好 两手相合 鱼体侧 好 接着大尔按掌 楼西 推掌 正前方 好 我们做另外一侧啊 另外一侧呢 左手手心 朝上翻转 你看 左手手心 朝上翻转 抬起来就可以了 好 左手手心 朝上翻转 右手 搭在 左手的 左关节旁边 右手搭在 左关节旁边 好 大尔按掌啊 一样的啊 相反方向 对 但是动作是一样的 躯壁啊 左手搭耳 右手按掌 左手搭耳 右手按掌 好 这个时候右手low了啊 右手low西 左手推掌 好 再来一次 再重复一遍 我们刚刚的啊 好 转腰 然后 然后 合手 搭耳按掌 low西 推掌 好 我们再接着再做一遍啊 走 慢慢左手手心 朝上翻 好 右手 搭在上面 搭耳按掌 low西 推掌 好 再来一次 转腰 右手手心朝上 大尔按掌 low西 推掌 哎 这个是我们上肢动作 上肢动作一定要学会啊 那下肢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刚刚做过的前进步 前进步呢 我们前面学过的 但是大家呢 跟我一起复习一遍 好吧 好 正对着大家啊 前后弓箭步 坐好 插腰 好 回坐 翘脚尖 白脚四十五度 好 钉步 踏实钉步 走 出脚 公步 回坐 翘脚尖 好 钉步 踏实 好 出脚 公步 好 我们再做一步啊 好 再做一步 回坐 白脚 钉步 出脚 公步 啊 这个前进步 我们前面在做野马分钟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学过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要把刚刚的 Losio的上肢和这个下肢动作 结合起来一起做啊 大家跟我一起来 我正面对大家 我们还是从白和亮翅开始 白和亮翅 白和亮翅是须步 左脚在前 好 脚不动 先走手 右手先走 右手先画半圈 跟着左手跟上 好 转腰 合手的时候 将我们的这脚收回来 钉步 对 记住左脚收回来 啊 钉步 收到我们的右脚的内侧 好 合手 好 接着啊 出脚 出脚的时候 搭耳按掌 你看 出脚的时候搭耳按掌 这个时候脚跟落地 重心还在后面 不要着急 好 公步的时候 搂西 推掌 身体转正 好 这个动作再来一次 因为是连接前面的一个动作的 可能就是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再做一遍啊 起顿 走 右手先走 左手跟上 收脚 钉步 合手 出脚 搭耳按掌 公步 搭耳推掌 好 我们接着往下啊 就是第一个 这个我们一共也是做三次 回坐 回坐的时候不用做啊 回坐 白脚 45度 好 钉步 你看左手手心朝上 钉步 合手 就刚刚我们站在那里做的这个动作啊 钉步 合手 好 出脚 搭耳按掌 出脚 搭耳按掌 公步 落西 推掌 注意两个脚不能重叠 不能在一条线上 看看自己的脚是不是对的 回坐 再做一次 钉步 回坐 完了以后移重心 好 钉步 合手 钉步的时候 你的脚就一定要放在 另外一个脚的内侧了啊 好 出脚 搭耳按掌 公布 落西 推掌 公布 落西 推掌 这个动作呢 就一定是 左右 左啊 也是三次 也是三次 所以说我们 在 学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可能大家要考虑到 这个上下肢的一个配合 它比刚刚的野马分钟呢 稍微复杂呢 就是 它的动作 更多了一些了 更多了啊 好 下面大家跟着我 正常方向 做一遍啊 白河亮翅 好 右手先走 脚先不动 左手跟上 收脚 钉步 合手 眼睛 看手 的方向 出脚 搭耳 按掌 公布 落西 推掌 回坐 白脚 钉步 合手 出脚 搭耳 按掌 公布 落西 推掌 回坐 白脚 钉步 合手 出脚 搭耳 按掌 公布 落西 推掌 怎么样 大家觉得 也不是很难 对不对 如果分解学的话 也没有那么难 下面呢 大家一起跟着我来一遍 好吧 跟着我一起做啊 好 背向掩饰 现在是背向掩饰 好 右手先走 左手跟上 收脚 钉步 合手 看看你的动作 跟我的动作 是不是一样的 出脚 搭耳 按掌 公布 落西 推掌 回坐 白脚 钉步 合手 出脚 搭耳 按掌 公布 落西 推掌 回坐 白脚 钉步 合手 出脚 搭耳 按掌 公布 落西 推掌 左右 落西 澳步 跟我们前面几个动作比起来 它感觉好像就是这个难度 在逐渐逐渐往上增加了 对吧 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学会的 还是很不错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接着学习 第五个动作 手挥 琵琶 先看我做一遍 好 跟半步 移重心 手挥 琵琶 好 那么这个动作呢 还是一样的 我们先学上肢 再学下肢 好 手上动作 它的动作呢 又没有刚刚像这个 落西澳步 野马分转 它分左右 左 没有 它就是一个 一个 好 我们还是两个腿分开 然后手向前 右手 最后一个推掌 我们是接前面的这个 落西澳步 右手在前 好 首先呢 我们的身体要向右侧 身体向右转 身体向右侧 侧多少呢 侧到45度就可以了 那往回侧的时候呢 将我们的右手呢 你刚刚不是立着了吗 然后慢慢变成掌心朝下 掌心朝下 同时呢 往回收 收到哪里 收到胸前就可以了 收到胸前 对了 收到胸前 那是我们的右手 那左手呢 右手往回收的时候呢 左手就往上起 左手往上起 挑起来 对 挑起来 然后两个手合 你看这右手往里合 尤其是右手 它要一边合 一边往前 穿出去的感觉 要往前向 有一边合 一边推出去的感觉 推到哪里 推到我们左手的 左关节的内侧 掌是 基本上是立起来的 掌 我们的掌根 要用一点力量 都是两个力掌 然后手呢 是一前一后 左手在前 右手在后 身体是斜着的 斜着的 好 再来一次啊 好 走 右手侧身 右手侧身的同时 侧手 然后左手调掌 好 这个时候 两手相合 同时右手向前推出 对 身体还是侧着的啊 不要 给它推正了 哎 身体是侧着的 力掌 好 脚下的动作啊 脚下的动作呢 这个呢 稍微有一点变化了 同样还是虚步 但是我们之前学过的虚步呢 是 跟半步移重心在后脚 然后前脚是点地的 对吧 那这个手规琵琶 它呢 同样是虚步 但是它不是前脚掌着地 它是脚根落地 还是脚根落地 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个地方 千万别记错了 有的人在 在做这个手规琵琶的时候 就把它做成的 也做成的前脚掌了 它就忘记了 啊 忘记了 好 大家跟我一起啊 好 侧面 跟我一起来 跟半步 这里都是一样 移重心到后脚 好 往前迈半步的时候 是脚根落地 脚根落地的时候 也要记住 两个脚都是弯曲状态 千万不要把腿伸直啊 也是弯曲状态的 对 所以我们的脚呢 没有那么高 脚底板要往下踩一点的感觉 还要有点力量 有点力量 好 那下面我们这个动作 上下肢结合起来 一起做 接上是 手回琵琶 好 跟半步 移重心啊 重心往回移的时候 一边移重心 一边侧身 起手 侧身 起手 对吧 你看左手也起来了 右手呢 一往回侧了 身体也侧转了 好 接着 左脚向前 勾脚的同时 两手相合 两手相合 那么右手 尤其是右手 他要一边合 一边向前 推出去的感觉 一边向前 推出去 好 大家再跟我来 看看侧面 侧面的 再来一次 侧面的 好 跟半步 移重心回坐 侧身 好 接着 出脚 合手 随着你的右手 向前 推出去 同时 右腿微曲 好像那个力量 要微微往前送一点 但是我的身体 还是立起来的 不要随着这个身体 往前去了 不要 手是往前 身体是要立起来的 有一个前后对拔的 一个感觉 这样我们这个力量 就会撑得很饱满了 会撑得很饱满了 这个动作呢 叫 手挥 琵琶 好 下面大家跟着我一起 正常方向来一遍 然后背面 再跟着我一起做一遍 好 大家跟我一起来 好 跟半步 移重心 侧手 出脚 合手 手挥琵琶 注意前脚要微曲 好 背面示范 大家跟我一起来做 跟半步 移重心 侧身 起手 走 出脚 手挥琵琶 手挥琵琶 一定要注意 它两个手不是一样的 不是做成一样的 它一定有一前以后 因为有一前以后 所以它身体是斜的 有的人在做一前以后的 手是做到一前以后 但是它身体是正着了 那这样你看到胳膊就特别的短 是不是 特别的短 身体也要 身体也要扯伸 然后再一个就是要注意 我们的这个 左脚的前脚 膝盖 是要微曲的状态 不要完全伸直 不要完全伸直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接着再学习 是我们的第六个动作 第六个动作 倒卷红 倒卷红 当然也有人叫倒卷弓 都是同一个字 但是不同的念法 好吧 好 大家跟我一起 先看我做一遍示范 倒卷弓这个动作呢 是四次 同样的动作要做四次 重复的比较多一点 倒卷弓一 倒卷弓二 倒卷弓三 倒卷弓四 倒卷弓这个动作呢 就能够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向后退的 之前我们所有做的动作 它都是前进的 不管是野马分钟也好 还是low笑步也好 它都是在往前走动 对吧 那倒卷弓呢 是我们这个二十四式里头 唯一一个向后退的步子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一样的 这个动作我们要认真学习 先学上肢动作 然后我们再学如何退步 好吧 好 大家跟我一起啊 两个脚分开 好 手挥琵琶 这个动作相反来说 上肢应该是比较好学的啊 好 手挥琵琶的动作啊 好 首先 右手 也就是在你怀里的这个手啊 在你胸前的这个手啊 好 然后呢 右手啊 我们一个手一个手的来 左手不管 右手 右手 画弧 往下走 它开始是立掌 对吧 是立掌的 啊 是立掌 然后呢 慢慢的变成掌心朝上 对 掌心朝上以后 打开 向后打开 变成掌心朝上 啊 这个 画弧以后 千万不能做 走关节回抽 把走放下来 好像过了大腿一样的 啊 过大腿的这个感觉啊 所以手臂上要注意 好 右手啊 走 光做右手 右手打开 眼睛回看 看哪里 看你的这个右手啊 那么 左手干什么呢 左手什么都没做 就只是做了一个翻手 只做了一个翻手 这个动作 所以说 我的右手的幅度很大 从下到上 做了一个半圆 可是左手呢 就是这样轻轻翻了一个手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 左右手的配合 一定要注意了 就是我的左手 要更做得更慢一点 这个时候 你的身体 你的肢体的能力 要高度的协调 你才能够做得到 对吧 好 大家跟我一起来啊 看能不能够配合一下 好 右手先走 我的左手就开始动了 好 慢慢的 右手打开 手 右手一到 左手也就翻到了 对吧 翻到了 好 接着 右手躯臂 这个动作 有点像我们刚刚的 那个 Losio Boo的动作了 是不是 好 右手躯臂 眼睛向前看了 好 然后右手躯臂 完了以后 右手向前推 从哪里推 从前手 手心上推 推的时候 已经是立场推 好 右手推 左手回抽 有一个推 有一个抽的感觉 右手向前推 左手回抽 好 右手推出去了以后 左手也回抽到了 抽到哪里 左手在左腹前 左腹的位置 然后手心是朝上的 好 接着 左手往下走 左手往下 左手的这个胳膊走 它不是弯曲了一点吗 好 下面开始做的时候 不要直接走 而是往下放 然后慢慢的 手心朝上抬起来 往后啊 好 在做手上动作的时候 画弧的时候 我前手就要开始做什么了 前手手心就要朝上了 前手就做一个翻转 所以这两个手的这个搭配 一定时间一定要好啊 好 走 右 左手走 右手慢慢也开始翻转 好 手到 两手都到 去臂 左手再去臂 眼睛前看 好 向前臂掌 又是向我的右手上推 一个前推 一个回抽 对 好 同样的动作 我们再左右各做一次啊 好 右手打开 慢慢手心朝上 眼睛回看 去臂到耳旁 眼睛前看 好 右手前推 左手回抽 一定要有一个推 一个抽的感觉 好 接着左手打开 眼睛回看 慢慢我们的右手 也慢慢手心朝上 躯臂到耳旁 眼睛前看 好 慢慢向前推出 回抽 这个动作是做四次 是做四次的 好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学习下肢练习 好 下面的动作啊 我们是从我们的这个 手挥琵琶的须部开始 勾着脚尖啊 好 下肢 好 首先将我们的左脚收回来 收回来 记住啊 这个收一定是直线收啊 不要绕弧 或者是怎么之类的 收都不可以 就是直线往回 退步 前脚掌落地 前脚掌落地啊 然后踏实 重心放在左脚上 好 把后脚跟 前脚的后脚跟 抬起来一点 然后 粘脚转腰 你看这个脚要粘 这叫粘啊 粘脚转腰 一起的 转多少呢 转到45度就行了 不要转到90度 90度太大了 太多了啊 就45度就可以了啊 好 我们再接着往后再退啊 走 右脚抬起来 慢慢身体转正 对 一抬脚身体就慢慢转正 否则你站不住了 好 直线向后 落地 慢慢的踩稳了 好 粘脚转腰 这个过程当中 必须都得弯曲着腿啊 如果直着腿的话 你就站不住了 好 接着 左脚抬起来 慢慢身体转正 落脚 粘脚转腰 45度就够了 对 就够了 但是呢 我们的脚尖一定冲着正前方 别身体45度了 脚尖也朝这个样子 这就不对了 脚尖一定冲着正前方的 啊 好 我们还有一步 对吧 一共是四步 接着 右脚 向后退 身体转正 好 落脚 移重心 粘脚 转腰 身体45度 就可以了啊 所以我们这个退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退的这个步子呢 最大的问题 就会出现 就是站不住 站不住 所以说 当你身体转45度的时候呢 你脚一抬 身体就要慢慢怎么 就要跟着转正 抬步啊 一边抬步 一边身体转正 踩住了 就你的脚 后面那个脚踩住了 然后踏实了 再移重心 转 所以说不能着急 而且整个的过程 一定是驱蹲状态 就是你要驱蹲的状态 你才特别稳 站着高高的 或者是直着腿的话 你转不动的 也站不住的 下面我们把上肢下肢 结合起来一起做啊 手回琵琶 看能不能够一起 一起来啊 好 走 首先不要动脚啊 走 首先把手打开 好 右手向 打开 眼睛回看 对 手心都朝上 好 什么时候开始落脚呢 什么时候才抬脚呢 躯臂 一躯臂就抬脚啊 你看 躯臂抬脚 躯臂抬脚 对吧 你的手搭在耳朵上了 脚也落地了 好 然后移重心推掌 黏脚转腰 这个是同时 好 我们接着再往下啊 往后面走 好 左手打开 眼睛回看 走 躯臂 推步 身体站 基本上是有点正的了啊 好 移重心 黏脚转腰 推掌 这是两个 我们还有 还差两个 对吧 再接着啊 好 右手打开 眼睛回看 注意前手也要 翻转 躯臂 落脚 黏脚 黏脚 转腰 推掌 还有一个 左手打开 眼睛回看 躯臂 落脚 黏脚 转腰 推掌 对 退步的动作 加上手的配合 还有腰的配合 这个动作 其实不难做 最难的地方 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 是否能站得稳 这个是我们 就是比较难的 有的人在做的时候 能自己把自己绊倒 自己把自己给晃倒 就是说明他不稳 就是独立平衡的能力 也比较差 然后呢 就是他在做的过程当中 没有掌握到 这个步子的这个技巧 一定记住 就是直着退 一定要踩住了 驱蹲的状态下踩住了 然后往后移 不要还没有站稳呢 就开始往后移 那个就肯定不行 好 下面正常方向 来一遍 然后背面 大家再跟我做一遍啊 好 大家跟我一起来 手回琵琶 好 右手打开 眼睛回看 躯臂退步 落脚 转腰 脸脚 倒卷红一 左手打开 眼睛回看 躯臂退步 落脚 转腰 脸脚 推掌 倒卷红二 右手打开 眼睛回看 躯臂退步 落脚 转腰 脸脚 推掌 倒卷红三 左手打开 眼睛回看 躯臂退步 落脚 推掌 脸脚 转腰 倒卷红四 好 怎么样 大家跟着我背面 再做一遍 好不好 多做几次 大家就越来越熟悉了 好 手回琵琶 好 右手打开 眼睛回看 躯臂退步 落脚 粘脚 转腰 倒卷红一 左手打开 眼睛回看 躯臂退步 落脚 好 粘脚转腰 倒卷红二 右手打开 眼睛回看 躯臂退步 粘脚转腰 推掌 倒卷红三 还有一个 左手打开 眼睛回看 躯臂退步 落脚 粘脚转腰 推掌 倒卷红四 好 下面我们接着学习第七个动作 左揽雀尾 大家还是一样 先看我做一遍示范 我们接上一个动作啊 好 收脚 左揽雀尾里面 我们包含了彭律脊按 四个手法 好 左揽雀尾里面呢 有四个手法 彭律脊按 但是这个动作呢 大家能看到 我们没有走动性 对吧 基本上就是原地 原地的过程当中 就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说到的这个步行了 就是公步 过渡到虚步 然后由虚步 又成为公步 就是它一直在这个步行当中去变化 我们还是一样的 先学上肢 然后我们再 复习下肢 好吧 我们再学学下肢啊 好 大家跟我一样 两腿分开一点 好 上一个动作 我们是推掌出去啊 我们的这个动作 好 首先 然后变成什么 变成是右抱球 右抱球呢 就右手再上 这个时候我们的右手 从下往上走 那左手就要从上往下走 画了一个圆 好 这个圆大家再跟我一起画一遍啊 好 一上 一下 成抱球状 对 好 抱球状 接着向前方捧出去 捧出去 那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变化 之前我们 有学这个野马分钟 野马分钟 是往前 往下按 这个动作跟野马分钟 真的是很像 但是它是完全不同的动作 为什么 野马分钟是 给出去的 啊 彭率结案 我们这个捧呢 是 直接抬起来 所以它小 就好像有个人推你的时候 你这手一挡 就能挡住了 所以说 它的是 手心是对自己的 完全两个不同的动作 但是有的 学太极拳的人 他会把这两个动作混了 搞混了 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啊 一个野马分钟是给出去的 你看整个手臂分出去的动作 但是 揽却尾的捧呢 它是护住自己的前胸的 所以手心对自己 它动作没有那么大 捧 捧 与胸同高 另外这个手呢 放在下面 好 下面呢 是铝 铝的动作 我们还是一个一个的来啊 好 首先我们的左手向前 好像搭在对方肩膀上一样的 对 好 有一个搭肩的一个动作 手心朝下 接着呢 另外一个手呢 好像有一个拖走的一个动作 手心朝上 对 它略微有一点斜 整个的手呢 在我们的左侧方 左侧方 好 接着 往下啊 我们首先往下 这个时候往下 那一定是记住啊 左手在前 右手在后 右手呢 在左手的走关节的位置下侧 好 好 往下 到我们的右侧 然后 右后方 分出去啊 我们捋出去以后啊 捋是我们的手心是朝下 然后接着随之向后的时候 变成了虎口朝上 两个手都是虎口朝上 指尖是立的 那些时间横过来的啊 都是虎口朝上的 好 这是捋 接着我们开始做挤 挤的时候呢 去臂 右手趋壁 趋壁搭在左手的手腕上 手腕内侧 趋壁搭腕 同时转腰 身体正前方 啊 这个时候你看 还在自己 很靠近自己的胸前 大概一拳的距离啊 一拳的距离啊 一拳的距离 然后向前 挤出去 对 挤出去 挤出去呢 记住 千万不要挤出去 胳膊挤直 要挤成圆形就可以了啊 所以说挤成圆形就可以了 好 下面最后一个按啊 按呢 左手手心朝下 那右手呢 从里面 也是手心朝下 穿到我们 左手的啊 你看像十字手一样 穿出去 手抹开 然后 收到胸前 躯壁 躯壁收到胸前 好 立掌向下 对 然后向前 推按出去 推按出去 好 手上的动作 彭履挤按 好 大家跟我一起 再来一次啊 好 接上是 走 右抱球 一上一下 右抱球 好 好 向前捧 对 这个一定是小的啊 不要太大 好 搭肩脱轴 两个手一起向前 对 左手手心朝下 右手手心朝上 好 向下 向后 履 它就是一个斜方向啊 斜方向 你看从左上到右后啊 对 好 屈壁 转腰 搭腕 正前方 好 前挤 向前挤出去 好 挫手 你看这手挫开 但是手心都是朝下的 好 分开 与间同宽啊 有的人一分 分这么大 就太大了 分到与间同宽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躯壁 胸前 按到腹前 再从腹前 推按出去 推按出去啊 所以说这个动作呢 我们要把它手法上弄清楚就可以了 好 下面是下肢啊 下肢动作呢 我刚刚讲过的 我们没有前进步 所以它只有一个公步 然后回坐 变成虚步 然后再公步 再回坐 所以它始终是公步 虚步 但是呢 稍微在这个公步跟虚步之间呢 有一点腰上的变化啊 好 比如说第一个公步 完了以后啊 好 回坐 我的腰呢 要打开的大一点 45度 再比45度稍微大一点点就可以了 大概60度 多转一点 多转一点 因为我要做铝的动作嘛 对吧 向后铝嘛 膝盖跟脚尖相对 好 然后把呢 身体转过来 好 正前方 再做一个公步 好 第二次往回坐虚步的时候呢 我的脚尖要翘起来 脚尖要翘起来 好 然后再做公步 对 好 那么它的这个步行上的动作啊 就是说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呢 第一个回坐注意腰 第二个回坐注意要翘脚尖 我们注意这个就可以了 好 上下肢结合起来 一起开始啊 那 好 倒点红的 虚步 走 收脚 收脚你看 收脚 对吧 收到我们的 这个脚踝的内侧啊 但是不点地 好吧 它只是收脚啊 提的起来 提那脚要提一点 走 一边收脚 一边一上一下画圆 右手再上 右抱球 好 出脚 先把脚出去 攻不捧 攻不捧 好 脚不动 好 搭肩拖走 一样的啊 对 你看两个手向前 左手啊 跟右手 它有前后之分 好 走 一起回坐 下捋 好 微微打开一点 身体多转一点 好 你看 虎口朝上 捋 然后 躯壁 躯壁 搭腕 转腰 重心还在后面 挤的时候 然后一起向前 攻不 攻不挤 这里的攻不挤 记住 千万不要把手放得 长了 或者是把整个的 这个攻不也挤出去了 出这个脚尖 都不可以啊 就到这就可以了 身体是中正的 好 挫手 好 躯壁的时候 往回带的时候 然后我翘脚尖 身体也往回坐 好 按到腹前 公步 再往前推出去 注意推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手往前推 身体是立直的 不要手往前推 身体也跟着一起往前推 这就很难看了 对吧 好 身体是立直的 对 这是我们的左揽球尾 因为在左侧 左脚出去的 好 这个动作 我们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 收脚 抱球 出脚 公步 左捧 好 手伸出去 回坐 下吕 眼睛回看 转腰下吕 好 转腰搭腕 公步前几 挫手 回坐 翘脚 好 公步 推按 好 下面我们 相反的 背面示范 好不好 背面示范 大家跟着我一起做一遍啊 好 大家跟我一起来 预备 好 好 须步 走 收脚 抱球 出脚 公步 捧 好 好 回坐下吕 下吕 转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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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接着讲第八个动作 刚刚我们学过了左揽缺尾 现在我们第八个动作叫右揽缺尾 大家先看我做一遍 好 那么大概能看得到这边的右揽缺尾 跟我们左边的揽缺尾基本上动作都是一样的 它就是方向不同而已 刚刚我们基本上都是用左手捧 左手捋 但是呢 现在是右手捧右手捋 所以说 大家跟着我呢 把这些动作再顺一遍 好吧 它的脚底下的前后进步还都是一样的啊 尤其是中间从左边到右边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 我们要学一下 首先我们从这个上肢开始学起啊 好 首先 左手基本不动啊 右手画圆 打开 好 然后从下 抱球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左抱球了 左抱球了 再看一次啊 好 右手 主要是右手啊 右手画圆 画了一个圆 然后抱球 左手再上 左抱球 好 下肢 公布 移重心 扣脚 扣到正前方 然后收脚 收回来 身体转过来 出脚 公布 啊 它就是一个移重心扣脚 就基本上就转过来了 当我们从一个动作到另外一个动作转折的时候 都会用用这个移重心扣脚转身的这个方法 下面我们上下肢结合起来一起做 好 移重心扣脚转身 右手画圆 收脚 抱球 左抱球 出脚 好 公布 捧 这个时候我们是右手捧了 记住右手不能太大啊 好 接着 右手向前 手心朝下 左手手心朝上 好 右手呈现一个搭肩 左手呈现一个拖走的一个状态 移重心 下履 好 转腰 眼睛回看 这个时候我们虎口朝上的 躯壁 转腰 搭腕 身体转正 公布前挤 不要挤得太大了 以立身中正为主 好 接着措手 措手这里大家看啊 刚刚之前呢是相反的 现在是左手 你看 我们的右手手心朝下 然后左手呢 直接在右手的手腕上 分出去就可以了 变成一个交叉手 好 右手在上 两手分开 好 躯壁 回坐 同时翘脚尖 好 按掌 所以说左右揽却尾 我们就是在动作上面 一定是要注意 它的这个 立身中正一定要保持 既不能太往前 也不能够这个力量不出去 不能不出去 下面我们这个右揽却尾 大家跟我一起做一遍 好 移重心扣脚 转身 右手打开 收脚 抱球 左抱球 左手在上 出脚 攻步 右捧 走 下旅 转腰回坐 下旅 好 转腰搭腕 攻步前几 错手 回坐 翘脚 攻步前按 好 下面还是一样的 跟着我背面示范 做一次 好 一起来啊 好 移重心扣脚 扣左脚 好 右手 收脚 抱球 左手在上 好 出脚 攻步 右捧 右捧 手向前 右手在前 回坐 下旅 转腰 搭腕 公步前几 错手 回坐 翘脚 公步 前按 不管是左 揽却尾 还是右 揽却尾 我们在整个的做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四个手法弄清楚 膨 铝 脊 按 这个一定要做清楚 同时要做到我们前进跟后退的这个重心转换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腰动或者是翘脚尖 要有区别 要有区别 好 下面呢我们学习第九个动作 单边 大家先跟我一起 先看看我做啊 好 单边的动作 好 单边这个动作 其实大家就是经常能够在看到 练太极拳的时候就有这个动作的表现 而它也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呢 它又是从一侧到另外一侧的转换 所以说一个动作到另外一个动作转换的时候呢 还是一样 移重心扣脚来转换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 先从上肢学起 大家先跟我学上肢 好 一起来啊 我们稍微站高一点啊 站高一点就可以了 首先 左手打开 你看掌心朝外 左手打开 慢慢身体就面对着正前方了 好 右手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单边就已经开始做匀手的画圆了啊 右手呢 指尖冲下 手心是朝内的 朝自己 好 不要做左手啊 就做右手 画圆 画一个圆 一个圆圈 然后到右侧 掌心朝外 变勾手 这里呢 我们已经开始涉及到勾手了 对吧 好 再做一次啊 好 左手打开 左手先不管啊 走右手 从右侧往下 往左 往上 再次回到右侧 掌心朝外 变勾手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右手是其实画了一圈 对吧 画了一圈 那左手呢 好 跟我一起来啊 左手打开 左手先不动啊 好 右手画一圈 左手呢 从左 往下 手心对自己 到右 画半圈 放在我们左手的 左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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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的内侧 掌心是对自己的 手指尖是斜向上方的 斜向上方的 那这两个动作手法呢 还是一样跟我们前面学到 右手一圈 左手半圈 所以说右手要先走 对吧 好 大家跟我一起来啊 两个手一起配合 左手先打开 接着右手先走 好 左手跟上 一上一下 两手相合 变勾手 对 好 接着勾手的地方不动啊 勾手的地方不动 看左手 左手掌心朝内 保持这个姿势啊 好 向外慢慢的 手臂翻转 到侧面 变成立掌 你看立掌 侧面立掌 向下劈打出去 劈打出去 就像我们的这个单边 好像有一个劈面掌 一样的动作 劈打出去 我们再来一次啊 上肢动作 好 左手打开 好 右手先走 左手跟上 好 两手相合于体侧 变勾手 好 左手向外打开 慢慢翻转 掌心向外 劈掌 好 移重心到右脚 将我们的左脚收回来 但是不点地啊 收回来 好 转腰 转腰到左侧 出脚 攻步 好 我们再来一次啊 这里有两个重心转换 对吧 有两个比较 幅度比较大的重心转换啊 好 第一个重心转换在右脚 好 第一个转换是为了扣脚 身体才能转过来 第二个 转换是为了收脚 然后转腰出去 出脚 攻步 好 我们上下肢结合起来一起 单边 好 移重心扣脚 同时左手打开 然后我们的右手就开始走了 好 在移重心到右脚的时候 两手移上一下画圆 好 钉步勾手 好像是个钉步 其实是不落脚啊 然后转腰出脚 好 左手向外打开 攻步 单边 再做一遍 好 大家跟我一起再来一次啊 这个动作是一个单个动作 但是呢 它还是有一点它的复杂性的啊 因为它有重心转换 移重心扣脚 左手打开 右手先走 好 移重心 收脚 钉步 勾手 转腰 出脚 攻步 单边 那么这个动作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的重心转换 一会转过来一会转过去 它的重心转换就是为了让它能够扣脚 能够更好的收脚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做单边的时候 一定是把这个手一定要打开 不要把它做成一个90度的一个形状 给它稍微放开一点 动作更加舒展大方 好 下面大家跟我一起单边 背面 做一面 大家跟我一起来啊 好 移重心扣脚 左手打开 右手先走 移重心 钉步 勾手 转腰 出脚 攻步 单边 好 下面我们接着学第十个动作 匀手 二十四十太极拳里头 我觉得匀手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动作 因为它虽然说这个动作看起来就是 好像是就是比较单一性 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实际操作起来其实真是很有难度的 好 大家呢 先看我做一遍 好吧 匀手一共 每一次并不为一次 匀手一 匀手二 匀手三 那么 匀手这个动作呢 是 单练手也可以 单练脚也没问题 就怕上下结合练 上下结合练的话呢 就会觉得很很很复杂 而且这个动作呢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熟悉了 我可以前进 我可以后退 但是我们很少做横向练习 对不对 很侧向的练习比较少 所以说大家一再做侧向练习 又得要保证你两个手 移上一下画圆的时候就有困难 你可以一起往外画圆 也可以一起往内画圆 可是我的这个匀手是要求你呢 是移上一下向外画圆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要求你身体有高度的协调性 好 也没关系 大家跟我一起学啊 我们一个手一个手来 好吧 好 首先还是我们的两脚分开啊 先做我们的这个右手啊 把左手放下就可以啊 好 右手 只做一侧啊 右手 手心都是对自己啊 手心对自己 好 向外45度的时候 向外45度的时候 我们手外向外翻 好 然后再做 对 首先还是对自己画圆 在自己的面前 就好像一个画了一个圆圈一样的啊 画了一个圆圈一样的 好 再来一次 还是右手 我觉得右手大部分人做都是比较顺的 因为我们常常用右手 对吧 好 下面我们换成左手 左手再来 左手看看可不可以啊 好 左手我们用的比较少 尤其到侧面这个翻转的时候 大家就会常常忘记这个翻转 容易做成什么呢 做成我不翻转 直接手就这么放下来了 哎 这个就不可以 要做什么 手心对自己 然后到了45度的时候 手心向外翻一下 哎 然后再走 好 我们再做一次 好 手心向外翻一下 好 再做一次 其实多做几次的话 单手练习都还是可以的 好 下面 第一步考验来了 能不能够两个手一起做 不动脚啊 就两个手一起做 我们先从右手开始 好吗 大家跟我一起来啊 好 右手先走 好 然后左手也跟上了 对 好 右手再走啊 一上 一上 一下 对 一上一下 记住我们都是向外画圆 啊 向外画圆 你看右手向外 然后左手就跟上 哎 左手向外 右手跟上 向外画圆 对 看看自己可不可以 这个时候有的人可能练着练着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现在老师做你们容易犯的错误啊 练着练着右手跟上左手了 好 然后慢慢变成就成这个样子了 可能电视机前就已经有人做成这个样子了 对吧 还有一种错误呢 就是好 现在跟着老师一起啊 哎 我们现在做呢 一开始第一个 第二个 大概都还可以 好 练着练着呢 我的这个右手呢 就跟上我的左手了 哎 怎么做啊 好像是一起的吧 不对 这边 哎 忘记了 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那太极拳匀手最难的地方就是 不怕快 快 你看 怎么做都不会错 因为两手不会那个碰到一起 就怕慢 一慢 就这个时候不是说你的这个 你的身体的协调能力要强 你脑子也要控制住你的这个手 你得要极力控制他的这个 两个手的这个均匀的速度去做 所以说匀手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动作 啊 匀手比较难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呢 其实就是要让你多练 嘛 始终练 哎 两个手画圆 多练 多练画圆 慢慢慢慢慢慢就会越来越协调 啊 越来越协调 那有的人说老师我再怎么练 我都觉得我真的很难 我就是记不住 我一练这个我就变成 双手 要么一起朝一个方向 要么就都朝外 要么练着练着我就 这样也有 还有这样的 啊 一个你一个向你一个向外 那么 我再告诉你一个 就是最最最最直观的一个办法 什么呢 想象 洗脸 抄起一个毛巾 左手 插一把脸 这个毛巾脏了 扔掉 左手再抄起来 又拿一个毛巾 再插一把脸 再扔掉 好 再拿毛巾 再插脸 再扔掉 再拿毛巾 再插脸 再扔掉 你每一次插脸都得是从左往右吧 如果你是右手的话 你不能从右往左这么插 对吧 都是这样 哎 好 毛巾一扔掉 你扔毛巾必须得翻手 扔才可以 你不能这样扔 这就不叫扔了 打着自己了 啊 所以说 哎 插脸扔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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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可以慢慢熟悉了吗 先从这个开始 但是记住 一定要慢 一定速度要均匀 好不好 慢慢的呢 你就不用再插脸扔毛巾了 对 你就能够慢慢 手心就能掌握到这个 这个每一个动作啊 到哪个地方的这个协调啊 这个协调 好 可能在这个练的过程当中 有的人掌握这个规律了 哎 我手上逐渐逐渐就越来越好了 那脚下呢 下面我们开始学脚啊 学脚 其实脚单学 它真的很简单 它是一个侧行步 它没有太复杂 没有往前进 没有往回退 但它就是一个侧行步 好 大家跟我一起啊 好 两脚并拢 首先我们还没有开步之前呢 两个脚的间距呢 是一拳的距离嘛 就是一个手拳 立拳的一个距离啊 好 一定要保持趋蹲状态 把重心移到右脚 然后 抬左脚 记住 一定是前脚掌 着地啊 有的人坐着脚后跟落地了 哎 那就不对了 二十四式太极拳 它是前脚掌落地啊 也就是你脚尖落地 慢慢过渡到前脚掌 好 然后踏实 好 然后收我们的右脚 好 接着重心再移到右脚 然后出左脚 好 踏实 然后收 右脚 啊 始终都是保持这个样子啊 但是并住的时候呢 当你并脚的时候 一定要清楚 第一 落脚的时候不能八字脚 你这次就变成螃蟹了 对不对 啊 不能八字脚 那第二呢 一定要记住 我落脚了以后呢 我脚踝微微扣着一点点 好 收脚的时候呢 尽量两个脚呢 差不多是半脚或者一拳的 这个左右的这个距离 啊 不要就是说打得太开 开的很少 大部分都是收得很拢 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开步 所以大部分收脚的时候 就容易变成并步 并不这么说 所以我们还是要留有一点距离 啊 留有一个距离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步子 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掌握的 好 下面 最大的挑战来了 就是上肢跟下肢 结合在一起 啊 结合在一起啊 好 大家跟我一起来 我们从 单边开始啊 上一个动作 移重心 你看我准备 又开始转了啊 好 移重心扣脚 我只要想扣脚之前 都是移重心 左手先走 左手先走啊 先从左 左手匀 好 左手开始匀 左手先走 右手跟上 右手跟上的时候 收右脚 好 接着 移重心到右脚 出左脚 连两手都在右侧了 对吧 好 移重心 在个马步的过程当中 这个手 移上 移下 好 收脚 并步 手在左侧 好 移重心 出脚 走 好 移上 一下 好 收脚 手在左侧 哎 这个 只要一根 手脚结合 有的人就会觉得 真的很难 顾了上面 顾不了下面 顾了下面顾不了上面 顾了左边又顾不了右边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 平时我们可能习惯一侧去练习 当然当两个手一起画圆画弧的时候呢 就是就是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个 这个其实也是对你的身体不是很熟悉 那我们通过太极拳的练习 那我们通过太极拳的练习要慢慢慢慢的把我们这个身体的协调性灵活能力都给练起来啊 好 大家再跟我来一次 好 移重心扣脚 左手先走 好 收脚 并步 匀手一 好 接着 移上一下啊 走 出脚 好 移重心 收脚 并步 匀手二 走 移重心 出脚 好 移重心 收脚 并步 匀手三 不知道大家在练的时候有没有掌握点 有没有发现 我凡是出脚的时候 我两个手好像都在 出左脚的时候 俩手都在右侧 对吧 好 当我一收脚的时候 我俩手都在左侧 好 然后再匀 移上一下 然后再出脚的时候呢 出左脚的手又在右侧了 然后再移重心 再收脚的时候 手又在左侧了 所以说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要去掌握他这个运动的规律才可以啊 好 反面 大家跟我来一次啊 反方向 礼拜 好 移重心 扣脚 左手先走 收脚 并步 匀手 一 走 出脚 收脚 并步 匀手 二 走 出脚 收脚 并步 匀手 三 匀手动作 不知道你学会了吗 好 下面 我们接着学下一个动作 第十一个动作 单边 那么这第十一个动作单边呢 跟我们前面那个单边 基本上是一样的 不管是方向动作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还是把这个动作 要复习一下 好吧 大家先跟我一起 先看我做一遍啊 好 我们最后一个匀手 完了以后啊 右手接着走 右手接着走 然后 钉步勾手 转腰出脚 公步单边 哎 那么 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并步完了以后呢 不用上步 并步完了以后呢 重心移到右脚 然后把左脚的脚跟 抬起来 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就出脚了 啊 它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手上动作呢 手上动作呢 我们刚刚匀手 最后一个是在左侧 然后接着我们的右手 右手往上 往下 然后 右手变勾手 啊 这个时候是我们的一个 钉步 重心在我们的右脚上 好 再来一次啊 好 啊 我们从这里 匀手 走 移重心 钉步勾手 转腰出脚 公步单边 公步单边 好 我们下面就是 啊 把这个动作啊 应该跟匀手连着做 啊 连着做一边 好吧 好 单边匀手单边 我们前面那个单边 已经学过了 我们下面呢 把这个匀手跟单边 连在一起啊 好 我们接上一个动作 单边 然后连三个匀手啊 好 移重心扣脚 走 匀手一 匀手二 匀手三 好 接着移重心 钉步勾手 转腰出脚 公步单边 好 反方向 大家跟我一起 带一遍 好 一起来啊 单边 第一个单边 好 移重心扣脚 收脚并步 匀手一 出脚 匀手二 出脚 出脚 匀手 匀手 钉步勾手 出脚 公步 单边 这几个动作 最好连在一起 因为他手上的动作 基本上都是 匀 匀手 跟我们的单边 还有的匀手 都是能够挂钩的 能够套在一起 练是当然最好了 好 我们接着学习下一个动作 第十二个动作 高探马 先看我做一遍 跟半步 手心朝上 躯壁 高探马 嗯 高探马这个动作 难度不是很大 下肢动作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虚步 就跟我们前面 做白河亮翅一样的 跟半步 移重心 然后左脚往前放 就可以了 越学到后面 大家可能越能够熟悉 这个太极拳的术语了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先 学一下上肢动作啊 好 我们最后的这个单边 稍微去蹲 两嘴分开一点啊 好 一起手心朝上 眼睛回看 这个动作 跟我们前面的动作 有很相似的地方 倒卷红 对吧 好 手心朝上 然后去臂到耳朵旁边 好 向前推出去 左手收回 好 那么高 那个倒卷红的时候呢 是收在我们的左腹旁 高碳码呢 是在正中间 在正中间啊 在正中间 这个时候 我们的是左脚出去 所以它腰有拧住的感觉 拧住的感觉啊 好 下面我们 手脚 结合在一起啊 拜 跟半步 手心朝上 眼睛回 看 重心在后脚了 躯臂到耳旁 须部 高碳码 好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啊 这动作主要掌握的就是我们的重心转换 一定要跟上肢动作搭配好 好 再来一次 单边 跟半步 手心朝上 眼睛回看 重心往回坐 躯臂 眼睛往前 须部 高碳码 对 保证我们的头不要站起来啊 对 还是要驱蹲 还是要驱蹲 两个腿都处于驱蹲状态 好 正前方看是这样的 对 一定要是 弯曲一点 不要直着啊 不要直着啊 高碳码不是一个很难的动作 那我们要接着往下学一个更难一点的动作 第十三个动作 右蹬脚 右蹬脚 看我做一遍 好 正常方向的啊 那这个动作呢 大家就会觉得 哇 这样的动作 我做不到 太高了 这个腿 是吧 没关系 不用做到那么高 我们居家锻炼 你只要 我希望大家能做到的是稳 做到能稳 再稳就可以了 你能抬多高就抬多高 我们先学动作 好不好 好 跟我一起来啊 先学手上动作 好 我们最后这个 高碳码 两脚分开 好 基本上右手不动啊 你看右手不动 然后左手呢 直接放在右手的手背上 然后是手心 两个手背相搭 两个手背相搭啊 好 一起来啊 好 手背相搭 相叠 然后身体左侧转一点 然后接着 左手手心向外翻 变成两个手心都是朝外翻的 好 分开 对 分开 画圆 好 乘一个抱球状 抱球状 十字手捧起来 记住 右手在外 为什么 因为我一会儿蹬的是右脚 所以我就右手在外 如果我回头要蹬左脚 那我就左手在外了 哎 现在是右手 然后接着两个手 上上捧一点 向外翻 好 向两侧分开 批掌分开 再来一次啊 上肢动作 好 不管我们的腿能都多高 我们的脚 那个 我们的手一定要做漂亮啊 好 叠手 微微转腰 两手分开 画圆 抱球 十字手 捧起来 走 翻转 翻转出去啊 然后批掌 向两侧 上肢动作 其实也不是很难 对吧 好 下肢的了 下肢动作 不做上肢了啊 光专注于下肢 拆腰 须部 好 收脚 把左脚微微收一点 它不是点地啊 不点地 它就是稍微收一点 对 收一点就可以了 往回收一点 然后腰向左侧转 上步 做一个公步 好 这里可以点一下地 支撑一下 然后你就要把你的脚提起来了 脚提起来 然后脚尖勾起来 向右侧方 蹬出去 蹬出去 那么我们这个蹬出去的时候啊 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呢 把脚抬起来 这儿抬得挺高 蹬脚 嗯 下去了 为啥 抬不起来 大腿没劲 还有的呢 会极力地往上抬 他会使劲抬 抬脚 勾起来 抬 你看身体整个下降了 然后呢 腿也伸不直 他就能以脚使劲勾直 但是不好看 对吧 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动作呢 不要求大家非得要抬那么高啊 但是一定要稳 而且姿态一定要好看 要美 千万不要为了这个 我为了把这个动作给他抬得高一点 那有的人呢 就会出现了 上弯 下弯 对弯 对吧 这样就不好看了 就不好看了 整体就没有了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动作给他做的 上下肢要协调啊 好 下面我们上下肢结合起来一起练啊 正对着大家 好 叠手的时候就收脚 收脚叠手 左前方上步 公步 分手 看 分手 分开 好 收脚 点一下地可以 好 十字交叉提息 好 勾脚尖 向外 蹬出去 蹬出去以后 记住 我们蹬出去的这个脚跟手一定是一个位置 你的脚在哪 你的手就在哪 你不能说 我的脚蹬在这儿了 我的手跑这儿来了 或者跑这儿来了 哪儿都不行 就你的脚在哪 你的手在哪 然后眼睛要看着脚的方向 才可以 好吧 好 再来一次啊 再学一遍 收脚叠手 左前方 公步分手 走 收脚 提息 好 蹬脚 收回 蹬完了以后还得要收回 一定要收回 所以这个动作练习我们的平衡能力 特别好 特别好 那么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量力而行 一定要量力而行 我们可以蹬的不够高 比如说我们做好了这个动作以后 起来了以后 你说我蹬不了 那不用蹬那么高 低一点都可以 但是身体一定要立起来 站住了 站稳了 身体要很挺拔 而且同时 一定要站住 要不要为了高 来回晃 那个效果就不好了 那就不好了 所以说在这个方面 我们是一定要 一定要注意的 那当然如果有的人 柔韧性特别好 我们不排除有的人 他天生柔韧性就好啊 不用练 他的腿就能抬得很高 有这样的人 那么 如果你能做到 站得又稳 抬得又高 当然是最好的了 如果说 不能够同时兼得 稳在前 稳在低 然后再去求高度 当然这个动作的练习 一定要注意 就是我们要 循序渐进 量力而行 因为这个动作 是包括到个人能力 那么要要求你有 柔韧性 也就是说你要 空这么高 蹬腿蹬这么高 你得要压的超过它 你得压腿要压到位 所以你柔韧要有 然后你要能抬得起来 你腿部力量要有 对吧 腿部力量 还在同时呢 还得要有平衡 还有稳定性 三者 缺一都不可的 所以说这个动作 我希望大家去 根据每个人的 自己的身体情况 慢慢去循序渐进的练习 就可以了 好吧 好 下面呢 这个动作 正常方向做一次 大家再跟着我 反方向做一次 好吧 好 一起来 收脚跌手 左前方 好 反方向啊 反方向 大家跟我一起来 收脚跌手 左前方 我们蹬脚是右前方啊 好 右蹬脚 难度动作 就是我们24世里头 出现了第一个难度动作了 对吧 好 下面的 我们接着往下学 第13个动作 双风挂耳 看我做一遍 蹬完了以后 我们收回来 还是冲着我们 刚刚那个方向啊 双风挂耳 这个动作也是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对吧 还是学学上肢啊 我觉得上肢 可能大家学起来会很快 首先是我们蹬出去以后 两个手分开 好 然后呢 相合 手相合 手心朝上 与肩同宽 与肩同高 好 一起往下 往下捋 捋到哪里 捋到我们的这个 胯旁 不要超过胯啊 好 胯旁 然后小臂 手臂向外翻转 一边翻转 一边握拳 从两侧 从两侧向前 击打出去 就可以了 出去以后呢 一定记住 我们的全眼 都是斜向下方 不是平的啊 全眼斜向下方 对 全面一定要平 好像成一个 V字形一样的 这样的 就可以了 左关节不要翘起来 左关节要下垂 双风挂 好 再来一次啊 好 手分开以后 好 两手心相合 落手 握拳 向两侧 好 向前 击打出去 对 脚上也很简单啊 脚上是你分出去以后呢 看啊 收回来 然后落 先落下来 同时把脚也落下来 勾着脚尖 然后向前 攻步就可以了 对 那这个动作 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手脚的搭配 因为我们刚刚在做的时候 正常方向是 蹬脚是右前斜方 右前斜方 好 收完了以后呢 你落脚还得右前斜方 所以我这个时候 左手做的更多 左手要从左侧 合到右侧来 所以说你的这个 左脚的支撑能力 要特别强才行 否则你就会容易晃 容易倒 所以说我们收完了以后呢 你看 我这样我也容易倒 对不对 所以收完了以后呢 好 我们的 左手要往里合 左手往里合 一边合一边 手心朝上 好 右前斜方 落手落脚 一起的 落手落脚 好 握拳 公步 双风 贯耳 你不能够做成 我的这个步子做完了 拳还没到 你看公布做完了 拳还在这慢慢的在做 不行 一定是落手 落手落脚 然后公步 双风贯耳 就是说 步子到了 拳也就到了 双风贯耳 好 下面我们接着讲第15个动作 转身左灯脚 大家还是看我做一下示范 转身左灯脚呢 其实跟右灯脚的要求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先不讲这个 蹬的多高 我们先把这个动作的过程 我们先学会 大家跟我一起来 从双风贯耳开始 好 这个动作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方向 因为它有一个转身 一个转身呢 以后就等于说 我们二十四十太极拳 是直线来回 就是在这个转身 左灯脚的时候 我们等于就往回打了 就往回打了 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 双风贯耳的时候呢 是右前斜方 右前斜方 所以它的方向呢 回坐的时候方向呢 是跟我们后面这个动作 是成一个一百八十度的 一个角度 就是一个平面的 一个平面的 一百八十度 所以它就直接回坐 然后呢 我们的右脚 也是右脚 多扣一点 同时在一回坐的时候 由拳变掌 身体往左侧转 多扣一点 两个手打开 向两侧打开 好 直接重心移到右脚 收脚回来 好 收脚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两个手呢 是十字交叉 在下车 十字交叉 刚刚说到的 蹬哪个脚 我们就哪个手在外 所以这次我们蹬的是左脚 那就应该是左手在外了 对吧 好 收回来 提膝 捧起来 好 然后左脚向外 蹬出去 对 那么 左脚向外 蹬出去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出现 就是有的人的方向啊 你看我换一个方向 正面对大家做的时候啊 有的人呢 他可能不一定能做到完全向外打开 没关系 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啊 如果说你的脚完全打不开 只是在 近乎于像是 在你的这个 左 我们的脚 能拿到哪个方向 就可以了 没关系啊 如果打不开这个胯 也没事 但是首先就是以稳定性 稳定是一定要放在前面的 好 大家跟我这个动作再来一次 正常方向啊 好 移重心扣脚的同时 两个手向外打开 手心朝外 多扣一点 右脚 右脚多扣一点 对 这样我们能够转身 转得更舒服一点 好 收脚 收回来 啊 把左脚收回来 钉步 记住 十字交叉 十字交叉 提膝的时候 然后再捧起来啊 好 十字交叉 好 提膝 捧起来 好 勾脚尖向外蹬出 同时两手向外分出去 对 好 下面呢 大家呢 跟我相反方向 这个时候的相反方向 我基本上就面对你们了 好 来一次啊 右前斜方45度 移重心扣脚 两手打开 走 收脚 钉步 走 提膝 勾脚 蹬出去 收回 啊 啊 还是一样的要求 左边右边都是一样的要求 稳在前 高度在后面 如果能做到又稳又高 当然是最好了 那么一定要记住 他在转身的这个过程当中的 转身的时候扣白脚 还有这个手的变化 啊 方向 方向呢 他就是 斜的 那你过来以后 还是斜的 还是斜的啊 就是一个180度的一个平面 还是斜的 好 下面我们接着学习 第16个动作 左下是独立 大家先看我做一遍 大家先看我做一遍示范 好 那么左下是独立呢 这个动作呢 相对来说 就是很难的一个动作 就是很难的一个动作 因为他有一个下蹲 尤其是对一些老年朋友来说的话 蹲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难的 而且尤其是蹲得这么深的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这个动作呢 会有一些循序渐进的一些变化 下面呢 大家先还是跟我学动作 因为我刚刚做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示范的时候 是背对着大家的 看不见我的手 对吧 所以说这个动作我面对着大家做啊 先不管蹲的 我们先做手上的动作啊 好 最后一个我们把手分开以后 好 把它收回来 同时我们的右手 右手变勾手 左手放在右手的走关节的旁边 掌心是朝外的 掌心是朝外的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脚分出去 分出去 我们不要蹲啊 把脚迈出去就行了 好 我们的左手 左手从我们的走关节慢慢滑到 我们的腹前 就滑到腹前 这个时候掌还是立着的啊 好 滑到腹前 然后到了腹前以后 掌心朝外了 变成掌心朝外了 手指是横向的对方 横向外侧 横向你的左侧 然后向前穿出去 穿出去 这个时候穿出去的时候呢 我的手就变成了 左手在下 虎口朝上 右手在上 成勾手状 好 然后接着 我的左手向前 调掌 因为我的左手向前 穿出去了以后 调掌 就掌就立起来了 与肩同高 同时我的右手从下 从上往下 好 画弧变成勾肩朝上 变成勾肩朝上了 这时候左手高 右手低 右手低 好 接着再下一个动作 独立式呢 独立式呢 我面对正前方 独立式啊 左手往下按 按到胯旁 按到胯旁 好 按到胯旁 右手呢 右手呢 慢慢的由勾手变掌 好 然后向上挑 挑起来 啊 挑掌 好 那两个手连在一起呢 就是左手向按 就两个手一起啊 一上一下 左手下按 右手挑掌 对 成为这个样子 对 一上一下 好 这个动作 上肢动作再来一次啊 上肢动作再来一次 好 我们把手给它分开 空腿 对 左蹬脚 然后收回来 对 钉步 啊 这个动作呢 是不落地的啊 但是刚开始出学的人呢 支撑不住啊 可以稍微把脚支撑一下啊 支撑一下 对 右手勾 左手呢 是掌 好 把脚迈出去 好 这个时候我们 左手向下滑到腹前 然后变成掌心朝外 手指尖冲左侧 向前穿出去 穿 穿出去 然后顺势调掌 右手呢 变成 啊 勾手 勾肩朝上 好 然后接着 左手往下按 右手往上调 移上一下 调掌 对 这个就是我们手上的一个动作 手上的动作 手上的动作就主要是注意每个动作的细节啊 尤其是很多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我们要把这个细节弄清楚 一定是它有一个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从上到腹到翻到穿啊 把这个要弄清楚 它有一个穿掌的一个过程啊 穿出去啊 好 下面呢 我们就要说到下肢了 下肢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比较难的 我们先从难的开始讲 好不好 就是刚刚从我做的那个动作开始讲啊 好 蹬出去了以后 收脚 好 收脚以后呢 我们是驱蹲啊 驱蹲 驱蹲 然后把左脚迈出去 好 然后全蹲下来 全蹲下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做一个平扑步 平扑步呢 是要求我们的这个左腿的膝关节啊 左下肢啊 左腿膝关节是伸直的 好 然后呢 右腿呢 大小腿折叠 脚跟要在这个地面上 尽量做到我们这个两个脚尖都是冲前的啊 有的人觉得冲不了呢 那就打开一点也可以 好 身体要立起来 身体要立起来 这是我们的这个步子啊 然后由这个步子呢 慢慢的变成摆 摆左脚 左脚就要向外摆 然后成功步 然后后脚一扣 就变成了一个功步了 变成一个功步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起来的时候 微微左脚再向外摆一点点 好 稍微拧一点腰 然后把后脚收 提膝 提起来 这个动作就是高低起伏特别大 高低起伏特别大 好 完整的再来一次 好吧 完整的再来一次啊 把手也加上 蹬脚出去 好 收脚 走 出脚 迈出去 好 先蹲下去 同时我的左手向下滑 抚前 翻转向前 穿 摆 扣 好 当你做功步的时候 已经是 这个后手已经反勾手出来了啊 微微向外摆一点 左手向下按右手往上起 右手挑的时候 同时右脚跟上 经济独立 手脚一起配合 啊 这样做的话 当然如果说我们有的人这个 腿部的能力很强 柔韧性也特别好 胯又能打得开 那这么做当然是最好了 可是 很多的人 他是完成不了这样的动作 觉得哎呀好难 蹲不下去 那么我觉得大家可以换一种 换一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我们在居家锻炼的时候 我们把它的难度降低 好不好 难度降低啊 大家跟我一起来 蹬脚出去 好 首先呢 我们先钉步点一下 支撑一下 对 然后呢 叫我们的左脚放出去 放出去 但是呢 不要蹲啊 先放出去 好 放出去 打开了 你觉得这个时候已经放到你最大的了 就可以了 好 不要一个腿蹲 你就不用一个腿 一个腿蹲不下去 那你把重心移到左脚 两个腿一起 一起往下蹲 一起往下蹲 好 然后慢慢的再把重心呢 放在我的这个右腿上 这个时候你可能腿还是弯的 弯就弯吧 好吧 弯就弯 然后穿掌 好 摆一点脚 然后慢慢起来 扣脚 好 然后高高的姿势 做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 那么 我们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些动作 让大家达到一个锻炼的效果 一个目的 不一定说是 我做不到这个动作 达不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 我强行让自己去做 那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 有些造 有的人有甚至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因为长期不动我们的胯呀 膝关节的部分 你在做这个转胯的过程当中 有的那个宽骨就会卡卡做响 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也是要量力而行 你要记住 把腿拉开了以后呢 我们不要一个腿支撑 就是把重心移到两个腿上去 就俩腿都弯 两个腿一起弯 有的人说我弯也做不到全蹲 好 那就不蹲了 不蹲 就放在右腿上就可以了 你就蹲这么高都可以 好 然后呢 主要我们的手做出去 然后再做 就可以 就可以 但是这个动作非常强调一点 就是不管你蹲还是不蹲 怎么蹲都不允许上肢 来回的走 那个划斧 有的人呢 他会做成这个样子 就哪怕他蹲不下去 但是他的头也会摆 腰也会晃 他就觉得好像 其实是手在穿 跟脑袋没关系 有的人是手穿 头也穿 一起 头也跟着手一起穿 这个就不好看了 对吧 我们立身中正还是要保证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好 就是你的这个手在穿 但是身体是立起来的 哪怕我蹲不下去 我可以不蹲 我只要把腿迈出去 好 两腿都弯曲着 好 然后但是我们的上肢 一定要把它立起来 眼睛往前看 好 顺着这个方向 把动作给它做正确了 好 然后再提起来 对 这是我们蹲的部分 那经济独立的部分呢 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我们在做经济独立的时候 千万不要做成经济独立的时候 把我们的右手收回来 初恋者特别容易做这个 做成一个折叠型的一个状态 一定要记住 是往前 要做到走膝相对 就我们提膝 膝盖 然后我的走 是相对的 对吧 这样你就能撑得住 如果你的手往回一收 站不住了 你看你的走在这 膝盖在这 它是不对等的 对吧 所以你的手往前一撑出去 然后下面这个手按住了 好 它就能站住了 就站住了 所以我们的手一定要往前撑一点 千万不要弯胳膊 好吧 所以我们这经济独立的地方 也是要注意 那么经济独立的地方呢 我们也是尽量提的越高越好 最起码要做到与腰平 就大腿平 大腿平 那么我们的脚呢 是自然下垂的 尽量往上抬 尽量往上抬 这个动作呢 也能够很好的 帮助你练习到大腿的肌肉力量 在我们练习独立平衡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练到我们大腿 提起来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 那这个的力量呢 会比我们的左蹬脚 或者右蹬脚的量要小 量要小 当然我们可以试得到啊 你提膝的时候 跟你蹬脚出去 那完全不同 大腿的肌肉的这个 收缩的感觉都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经济独立的时候 还是要求大家 至少要是大腿平 与腰平 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注意的 好 下面我们把刚刚这个动作呢 我们再跟我一起练一遍 好吧 好 我们组蹬脚完了以后 蹬出去 收脚 好 下式 穿掌 摆扣脚 金鸡独立 也是我们独立式 好 那么 相反方向 相反方向 相反方向就正对着大家了 大家也跟我一起再来一遍啊 好 蹬出去以后 下式 记住我们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穿掌的过程 然后摆扣 独立式 好 那么第17个动作呢 就是在这个动作基础上 相反过来的 我们刚刚做的是左下式独立 现在呢 做的是右下式独立 那么右下式独立呢 同样的动作 相反方向 但是中间从左到右呢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衔接 大家先看我做一遍啊 好 这个 我对着大家 首先是右脚落下来 落脚的时候呢 就落在我们的左脚的前侧就可以了 啊 左脚前侧就可以了 然后看啊 我们不要管手 脚上 这个时候我们的右脚呢 是脚跟抬起来的 左脚是完全踏实的 重心在左脚上 然后重心在左脚的情况上 转身就可以了 啊 转身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左脚是整个转 右脚呢 是用前脚掌脸 啊 就可以了 身体就转过来了啊 那么手上动作呢 手上是左手变勾手 右手放在左手的左关节的旁边 啊 好 一起来 首先把我们脚放下来 身体也降下来 落下来 好 粘脚 转身 勾手 左手变勾手 好 接着我们的右脚向外迈出去 好 蹲下来 好 我们的右手向下滑到腹前 向前穿出去 摆脚 扣脚 左手变成钩 右手是掌 好 右脚微微向外摆 好 收脚 独立 要求跟前面的左边 左下是独立 是一样的啊 同样也是我们要求手上的穿 手脚的配合 同时要求起来的时候 手脚我们走戏要相对 都是一样的 好 那这个动作呢 大家再跟我做一遍 好 好 首先 落脚 转身 勾手 好 将我们的右脚伸出去 平铺啊 然后 手放下来 穿掌出去 摆 扣 摆 好 收脚 独立式 好 相反方向 大家跟我 也再做一遍啊 好 落脚 转身 好 左手勾啊 好 跟我一起一样的 脉腿出去 穿 摆 扣 走 独立式 好 这个动作 是有一点难度 对吧 在二十四式里面呢 我们就相对来说 它就是有一些 这个难度的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要循循见记 量力而行 好 接着我们学第十八个动作 左右穿梭 先看我做一遍 好 这左右穿梭这个动作呢 其实呢 我们在动作上面 不是很难 大家呢 跟我一起学 还是从我们的上肢动作开始 好吧 好 一样的啊 我们还是我们两个腿分开 对 分开以后啊 好 稍微去蹲一点 好 左手再上 对 挺调掌 调掌的状态 好 身体左转 左抱球 身体左转 左抱球 好 接着右手向上分开 看右手向上分开 对 右手向上分开的同时 左手微微向下按一点 按到哪里 按在左腹 左腹前 好 接着 右手向上翻转 右手向上翻转 同时 左手向前推出去 对 好 再来一次啊 这个动作我们把它连起来一起做啊 好 微微转身 左抱球 走 转腰 两手分开 走 穿梭 好 接着 在右侧 好 右手直接往下放 变成右抱球 好 接着 身体微微左转 左手分开 右手 右手往下 按到我们的腹前 好 接着 左手向上滚动 好 我们的右手推出去 好 这个动作就是左边右边 两个斜角的方向 两个斜角方向啊 好 下面 脚跟我一起来 我们进去独立 好 落脚下来 左前方上步 左前方上步 好 可以做个钉步 然后 然后右前方上步 然后右前方上步 公步 回坐 走 钉步 然后左前方上步 公步 这个步行比较简单 尤其是我们学过前面的这些步行的时候 你会觉得后面的步行就是真的是越来越简单了 好 我们再来一次 我们再来一次 还是步行再做一遍 好吧 左前方右前方 45度 45度的角 走 去蹲 左前方上步 钉步 走 右前方 公步 回坐 钉步 左前方上步 公步 上下肢结合起来一起 我们面对着正前方 好 经济独立 调长 左手 好 左前方上步 钉步 左抱球 左抱球 好 右前方上步 两个手分开 右前方上步 两个手分开 公步 推涨 推涨的时候 推的掌跟我的这个 出脚的方向是一个方向 不要打这么开 一个方向 手一定要架在头的上方 好 回坐 钉步 右抱球 右抱球 对 好 左前方上步 两个手分开 公步 推涨 也是一样的 左脚的方向 也就是你推涨的方向 那这个动作呢 我们要求在推出去的时候 身体不要前倾 推出去的时候 手向前推 身体是立起来的 不管是左侧还是右侧 都是一样的 好 那这个动作 我们顺着正常方向 做一遍 经济独立 落脚 抱球 走 走 右前方上步 穿梭 回坐 钉步抱球 左前方上步 穿梭 好 相反方向 大家也跟我一起 做一遍 经济独立 好 落脚 抱球 右前斜方 穿梭 回坐 钉步抱球 左前斜方 穿梭 再接着往下面学 第十九个动作 海底针 好 大家先看我做一遍 跟半步 提手到耳旁 须步 海底针 好 那这个动作呢 首先要强调的就是方向了 刚刚我说过的都是45度斜角啊 最后一个我们穿梭完了以后 是左前方45度 左前方45度 等我们做海底针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根部 一根部的时候呢 就把身体调正 调到正前方了 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啊 看啊 好 首先身体是要调正 才可以 那么它的步子是什么呢 就是须部 我们之前做过很多的须部 白鹤亮翅 还有这个手灰琵琶 高碳马 有好多的这个须部 都是由 根部移重心 到 往前上半步 点地的啊 这个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啊 唯独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方向 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好 下面重点学手 跟我一起来 两个脚 微微分开一点啊 好 首先 不用管上面的手啊 好 我们右手 右手慢慢 身体调整到正前方 右手往下走 右手往下 往下走 好 放到哪里 放到我们右腿的外侧 好 左手先放下 休息啊 好 提起来 提到耳朵旁边 手指尖是冲下的 斜下的 提到耳朵旁边 身体微微向右侧转 好 接着 向前方插掌出去 插掌出去 这个时候过程 我们的这个手腕 自始至终 都是提起来的感觉 就提起来的感觉 手腕上 手型上 手腕有一个掉起来的这个感觉 就可以了 好 再来一次 还是我们的右手啊 好 右手 好 都是立着的 立着的 虎口朝上 立着的 提到耳朵旁边 好 然后 插掌 左手其实大家刚刚已经看到了 对吧 它是个半弧 好 左手啊 好 走 身体调整到正前方 好 右手往下的同时 左手也开始往下 一上 一下 好 右手上来的时候 左手就已经往下了 哎 下一个踩 好 接着我们插掌出去的时候呢 因为身体呢 插掌的手要在前侧 所以身体自然向左侧转 那么左手呢 就往回收一点 要有前后之分 啊 前后之分 啊 好 侧面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好 转腰 好 右手 好 右手在侧面 提起来 是提起来 记住一定是手指尖冲下 提起来的啊 提起来 提到耳朵的位置上面 好 然后再转腰 向下 圆形向前 半弧形向前 插掌出去 插掌出去 就可以了啊 这个 海底针这个动作 特别忌讳的是什么 有的人会做到这个手形 它不扣腕 不扣腕的话 就会出现 提 把手指尖冲到上面 手指尖冲上 然后就像砍菜刀一样 像砍东西一样 这么砍下去 啊 不行 它是提的时候 手指尖是冲下 至始至终 手指尖始终都是冲下的 所以你手腕是提的感觉 如果你手腕放松的话 顺着走的话 它就变成手指尖冲上了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定要特别强调注意的 再一个就是方向 方向一定要由斜方调整到正前方 好 我正前方对着大家坐一边 看一看啊 这里是斜的 好 跟半步 好 调正了 调到正前方了 提手到耳旁 重心在后面 好 须部往前 左脚往前 上步的时候 然后再做插掌 往下插掌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两个腿呢 都得要屈蹲 身体要微微前倾一点点 前倾一点 但是不要撅屁股啊 前倾一点点 头还是往上顶的 就可以了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有的人说我蹲不下去 高一点 可以 这个动作可以高姿势去做 好 大家跟我一起再来一遍 正常方向啊 这里是斜的 穿梭是斜的 好 跟半步 正前方 提手到耳旁 好 须部 好 相反方向 一起来 穿梭 好 跟半步 提手到耳旁 须部 插掌 海底针 接着再往下学 第二十个动作 闪通臂 好 先看我做一遍 好 收手收脚 闪通臂 好 那么 闪通臂这个动作呢 我就觉得可能比前面动作 越到后面就觉得大家已经 对这个太极拳的这个运动规律 越来越掌握了 所以说也会觉得越来越好练了 是不是 好 那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啊 首先我们插掌下去了以后呢 右手抬起来 抬左掌呢 抬到自己的耳朵的位置就行了 抬起来 抬到耳侧啊 你看正前方看啊 好 抬起来身体右转 抬到自己的面前吧 对 然后虎口朝上 抬的时候呢 就将我们的这个 左手放在右手的这个手腕上 对 放在手腕上 对就这么高就可以了 不用太高啊 不要架的特别高啊 好 挤身体立起来 抬起来 这个时候将我们的左脚啊 微微的呀 往回收一点 往回收一点 好 接着左脚呢 向前先踩出去 好 先出去 勾脚就要落地 攻步 一边攻步 一边左手向前推 右手呢 手心向外 右手手心向外 向外撑 一个向前推 一个向外撑 是一个侧面的动作 没有这样公布 这么做啊 你看 是个侧面的一个动作 啊 再看我做一遍啊 啊 面对着大家好吧 这样看的可能清楚一点啊 好 走 收脚 收手 手也收回来 脚也收回来 好 然后出脚 好 公布 推掌 啊 公布推掌 推掌出去以后呢 这个动作呢 一定要记住 千万膝盖背过脚尖 有的人因为这个动作 他幅度拉得特别大 很容易出现 出去了 哎 你看这个膝盖就出去了 这样就对膝盖不好 啊 不好 好 所以说我们出去的时候呢 宁可架子高一点 把它撑住就可以了 另外呢 这个手呢 在头的上方 撑起来 身体是侧着的 就可以 好 大家跟我一起 正常方向 来一遍啊 收手收脚 出脚 公布 散通臂 好 相反方向 也做一遍 反的啊 好 走 收手 收脚 散通臂 好 海底针 散通臂 最好连在一起做 这两个动作啊 好 下面我们接着学 第21个动作 转身 斑蓝锤 转身 斑蓝锤呢 先看我做一遍 这个动作呢 它动作的内容会比较多 因为它有斑蓝锤 三个动作组合在里面 而且还含了一个转身 好 大家先看我做 我们接上一遍 散通臂 好 先看我做 转身 斑 蓝锤 转身 斑蓝锤 这个动作 很多人就会觉得 呀 这个动作 是最后一个 最不好学的 因为根本不知道 这个手是怎么过来的 对吧 好 别着急 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来 这个动作呢 我们反过来 我们先学下肢 好吧 先学下肢 好 大家跟我一起 我们插腰 公布 好 首先移重心 当我每次要扣脚的时候 我说必定先要把重心 先移回来 才能扣脚的 移重心扣脚 身体向 右转 好 接着我再移重心回来 好 收脚 这个时候 我的身体就转过来了 所以说转身 就是一个重心移扣脚 再移一个重心就转过来了 就用这种方法去转 好 再来一次 我们先学转身的部分 好 移重心扣脚 好 然后再移重心收脚 身体就转过来了 基本就已经过来了 对吧 差不多已经走了一个180度 180度就转过来了 好 再来一次 如果不清楚的人 我们再带一次 好 移重心扣脚 好 移重心收脚 好 出脚 看见没有 出脚的时候呢 我的脚尖是翘起来的 重心在后面 好 接着往下 好 移重心往前 我要做一个白脚45度 白脚45度 好 接着再往前上步 攻步 好 再来一次 我们把这个转身上步 都给它结合起来 好 一起来 移重心扣脚 移重心收脚转身 好 出右脚 白脚45度 走 出脚 攻步 好 这样 我们就转过来了 转过来了以后呢 上了一步右脚 然后白脚 然后上了一步左脚 最后成型是一个公步 成型是一个公步 下面我们开始讲上肢 上肢这个动作呢 因为我们刚刚是反过来的 可是现在因为我要交上肢的时候呢 反过来你看不到我的手 所以说我们面对大家做 面对大家 好 散通臂的时候呢 我们是向前推出去的 对吧 公布散通臂 好 现在我们不用做我们的脚 脚先休息一下 好 首先呢 我们做我们的手上动作 手上动作 记住 左手先不管 右手 右手 又是画了一圈 右手 好 现在是长 向 从头上 从头上 向下 好 到下侧 到下侧的时候 到身体的下侧的时候 握拳提起来 在自己的胸前 好 以小臂 以走关节为轴 向前打出去 好吧 先把左手放下来 左手老放在那里酸了 对吧 再来一次右手 右手 好 右手 你看 先画的是大臂 大臂 都是长 好 都是长 等到你的胸前的时候呢 大臂不动了 左关节 提拳 驱臂 提拳 驱臂 好 然后向侧面 击打出去 击打出去的时候呢 全心是对自己的 全心是对自己的 全背是朝外的 跟自己的眉毛 差不多高 跟眉毛 鼻梁差不多高吧 跟自己的鼻子 差不多高 好 再来一次 还是我们的右手 好 右手 首先是长 好 大圆 好 提外的时候 是小圆 向前 搬出去 好 这是右手 左手呢 相对就要简单一些 左手呢 好 左手呢 要抬到上面去 你看 抬到上面去 好 然后从你的前侧 压下来 对 压下来 你看 长是横的 这么压 因为你现在身体 已经转过来了 所以手指尖 是冲着另外一侧的 好 再做一次 左手啊 左手 头上 好 侧面 压在胯旁 好 两个手一起来 看可不可以 好 走 右手 从下 走 画圆 好 提外 左手往下压 好 压的时候呢 左手的掌是在外面 右手的全是在里面 右手全在里面 好 左手往下压 右手往上提 好 然后右手向前扳 左手压在胯旁 可以吗 这个动作 协调性还是要的 好 两个手都配合 我们再来一次 好 走 好 右手画圆 左手侧面压 好 提外 胯旁 对 与鼻子通高 好 正面啊 正面我们对着啊 好 走 画圆 你看 全在里 长在外 翻 好 蓝的时候啊 蓝的动作啊 蓝的动作做的时候呢 右手手心朝外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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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你看右手啊 好 从下弧线 提到腰间 提到腰间 全心朝上 就是力拳啊 力拳啊 好 力拳 朝上啊 力拳朝上 力拳 好 然后这么做啊 好 那么 我们做完了以后 搬完了以后 我们的左手啊 重点是在左手啊 左手 左手这个蓝啊 左手这个蓝 虎口朝上 你看 它本来是虎口是 手指尖冲前的 接着虎口朝上 走了一个 斜前方45度 不是完全侧面 斜前方45度 往上 蓝 斜前方45度 你看 左前方45度 你看 左前方45度 手指尖冲 左前方45度 好 向前 蓝 对 蓝在哪里 蓝在跟你的身体 在一个平面就可以了 好 如果两个手一起做的话 好 首先是右手翻腕 右手翻腕 好 接着右手往下压 左手往上走 好 一上一下 一前一后 对 对 这个地方提起来了以后 应该是拳心是朝上 立拳慢慢拳心朝上 然后向前冲拳的时候呢 冲拳的时候又慢慢变成立拳 好 向前冲拳 立拳打出去 好 打出去了以后呢 这个左手的掌放在右手的左关节的内侧 可以了 不要打出去有的人放在这了 不对 放在左关节的内侧 胸前成一个圆形 胸前成一个圆形 好 这是手上的 手上的我们再叫一遍 手上相对难一点 对吧 走 转身 走 右手 握拳 好 左手压掌 右手握拳 向前扳 扳出去以后 右手向下翻腕 向下翻腕啊 翻腕 往下压 然后左手向左前方起 向前横拦 好 放在腰间 身体是侧的 好 然后 我们的拳 立拳向前 正前方打出去 打出去就可以了啊 好 下面我们手脚结合起来一起做 礼拜 走 移重心 扣脚 转身 你看这个手就慢慢的开始走了 好 不停 移重心 收脚 开始握拳 收脚握拳 出脚 扳 好 摆脚 翻手 拦 攻步 锤 有些人会说了 老师你背对着我 完全看不到你的 在手脚的配合是什么样子的 好 那我换个方向 换个方向 这样做啊 换个方向 你们就可能看得清楚一点了 好 移重心 扣脚 倒手了啊 走 好 收脚的时候 收脚的时候握拳 你看没 收脚的时候握拳 左手往下压 收脚的时候握拳 左手往下压 好 出脚 扳 这样就清楚了 对吧 扳 在胯旁 脚就要勾起来 然后摆脚啊 摆脚翻手 摆脚翻手 好 上步 拦 好 攻步 锤 啊 再来一次 好不好 这个动作再来一次 我知道这个动作很难 但是我呢 再教大家一遍啊 好 移重心扣脚 走 收脚握拳 出脚扳 摆脚翻手 上步拦 攻步锤 啊 正对着你 就正对着这个 镜头的话啊 我们就是 这里大家能知道 扳 好 主要正对着看啊 摆脚 摆脚翻手 上步 拦 好 你看身体 腿 脚都在一个方向 攻步 锤 直着向前打出去 啊 就可以了 所以扳拦锤呢 就是一个 动作呢 因为它有一个转身 加上这个转身的过程当中 它有一个斑 上下的一个相合 啊 所以说有的人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觉得有点难度 好 下面还是正常方向来一遍 然后相反方向来一遍 好吧 来 大家跟我一起啊 散通 闪通 闭完了以后 走 转身 收脚握拳 出脚 扳 白脚翻手 上步 拦 攻步 锤 好 相反方向 相反方向其实就是面对你们了 对吧 再来一次啊 多教几遍 大家就学会了 好 移重心扣脚 收脚握拳 出脚 扳 白脚翻手 上步拦 攻步锤 怎么样 这个动作 啊 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对吧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教 第22个动作 22个动作是如风是璧 看我做一遍啊 这个动作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难了 好 看我做 啊 感觉就是比较简单啊 对吧 如果跟前面那个动作比起来的话 这个动作呢 脚底下就是一个攻步 回坐 比较简单 我们学手啊 学手 好 大家跟我一起 锤的动作 锤 记住 左手 手心朝下 从走关节的位置上穿出去 穿出去 还是手心朝下 走关节的位置穿啊 不是在望关节的位置上穿 一定是在走关节的位置上 一边 你看我这个袖子可能有点 有点大啊 好 穿出去啊 穿出去以后 一边穿一边手心朝上 一边穿一边手心朝上 一定记住是这个啊 好 走 穿出去一边穿一边手心朝上 同时右手也打开 慢慢两个手分开 分多少呢 与肩同宽 与肩同宽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分得太开啊 与肩同宽 然后趋壁 一边趋壁 一边翻腕 一边趋壁 一边翻腕 好 到胸前 然后再往下按 按到腹前 好 慢慢向前 推出去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在收回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整个的手 就完成了一个翻转的一个过程 一个翻转的过程啊 好 再来一遍 走 穿出去 手打开 好 去壁 回收 胸前按到腹前 再从腹前 推出去 好 大家跟我一起 上下肢结合起来啊 来 走 穿出去 好 慢慢两手打开 好 回坐 去壁 注意注意我们回坐的时候 我们的膝盖跟脚尖一个方向啊 不要往跪膝 好 收回来 按到胸前 按到腹前 再从腹前 推按出去 推按出去的时候 手往前推 身体是要立起来的 身体是要立起来的 好 那这个动作呢 再做一遍 大家跟我一起啊 走 穿 回坐 胸前按到腹前 推按出去 好 便便示范 再来一遍啊 便便示范 大家跟我一起 走 穿出去 回坐 推 五峰 十比 好 第二十三个动作 十字手 十字手 同样还是先看我做一遍 移重心扣白脚 十字手 十字手这个动作呢 其实不是很难 但是呢 主要是下肢的转换 一定要特别的清晰才可以啊 我们还是先学上肢 好吧 先学上肢啊 好 上肢动作呢 就是两个手打开 打开 眼睛往右手看 好 然后一起往下走 一起 走的时候记住 不要手腕翘 走的时候记住 你的手腕也得 手指尖也得往下 好 成一个操掌的一个姿势 对操掌 好 然后抱起来 捧起来 然后 在胸前 右手在外 因为我们等会 收的是右脚 所以右手在外 好 那我们脚上的动作呢 脚上动作啊 好 移重心 又移重心了 扣 摆 这个地方是我们要注意的 为什么要注意的呢 就是这个地方是实体转脚 千万不要做成什么呢 移重心 扣 移重心 摆 然后再移重心 不可以这样啊 它是个实体转脚的一个动作 没有移那么多 所以这个只是移了一次 扣脚尖 重心在右脚 直接就摆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移回来 移到左脚 同时扣脚 扣完了以后呢 收脚 收多少呢 收到与肩同宽 千万不要收并住了啊 一定要收到与肩同宽 然后再站起来 好 脚上动作再来一次啊 这个脚上动作再来一次 好 移重心扣 摆 移重心扣 收 趋蹲的收 然后再起身 好 手脚一起 好 移重心扣 摆 同时手打开 走 移重心扣脚 两个手向下抄起来 好 收脚 起身 然后十字手捧起来 捧起来 那么十字手捧起来以后呢 在自己的下颌就可以了 不要太高挡住脸 下颌的部位 然后两个手呢 要像怀里抱球一样捧住 不要夹住 但是也不能把走抬很高 走关节下垂 捧住就行了 好 再来一次啊 这个动作 移重心扣 摆 移重心扣脚 收脚 十字手起身 好 相反方向 再来一次 好 移重心扣 摆 移重心扣脚 收脚 起身 最后一个动作 二十四个动作 收拾 好 一起来啊 好 我们手向前 先看我做啊 对 好 大家跟我一起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两个脚分开的时候 是跟我们起势的时候是一样的状态 与肩同宽 脚尖都是得冲前的啊 好 我们捧起来的时候呢 是于球状 所以说出去的时候 我们下面这个收拾动作 首先要往前捧一点 要往前捧一点啊 就是手 向前捧出去 一边捧 一边翻手 啊 手心朝下 啊 那翻手的时候呢 就容易出现什么 有的人会手腕上出现这么一个翻腕 不要翻腕啊 不要翻腕 啊 我们现在是右手在外 左手在里 那么 当两个手臂都是手臂内旋 手臂内旋 啊 就在这个基础上 手臂一内旋 就变成了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啊 你看啊 好 现在是 左手在里 右手在外 现在手是立起来的 立起来的状态 好 当你手被一内旋 手心朝下压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这个游立 变成这趴的这样的姿势 对吧 就变成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对 好 这个时候 两个手分开 与肩同宽 不要太大 啊 与肩同宽 然后走关节下坠 走关节往下沉 带动你的小臂 走关节往下沉 带动小臂 一起往下按 按到哪里 按到大腿前侧 好 这个时候呢 将我们的左脚脚跟抬起来 左脚脚跟抬起来 好 收到我们的 跟我们的右脚并住的同时 两个手 手臂 外旋 放在大腿两侧 又回到原来开始起势的那个动作了 啊 就从哪里起又从哪里开 好 再来一次啊 走 手向前推出去 手臂内旋 下压的啊 内旋 两手分开 好 走关节 好 我们的手整个的往下按 手腕不要用劲 好 收脚 两手轻贴 裤缝放在两侧 收拾 啊 那么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 收拾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做的时候 要最后做到 还是一样的 身体要整个立直 好 下面 背面做一遍啊 背面大家跟着我一起 好 捧起来 走 向前 两手分开 按下来 走 收拾 好 到目前为止 二十四式太极拳 我们就整个的学习完毕 那么 二十四式太极拳呢 呃 它 这个套路呢 整个的这个编排 由开始的基本技术 逐渐过渡到我们一些难度的一些动作 然后慢慢慢慢的又回归到一些基本技术的时候呢 所以说我们这个套路的整个的流畅度还是非常好的 啊 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 还有我们这个呃 难易程度在编排上面都是比较合理的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呢 要记住几点 第一点呢 我们一定要规范的去练二十四式太极拳 什么叫规范的去练二十四式太极拳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膝关节不要出脚尖 不要出现跪膝啊 不要出现头部向前向后 然后身体左右歪斜啊 这种现象啊 这个呢 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规范啊 是必须要有的 那有的人在做的时候呢 呃 那个特别是有些年轻人在做的时候 故意会做成一个驼背弯腰的现象啊 他他站在这里他很好 没有问题 可是他一开步一起手 往下一做 哎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哎駝背弯腰啊 故意做成这个样子 没有啊 我们所说的 含胸拔背 他就是一个自然姿态 并不是故意要去把胸给他hold成什么样子 所以在这种自然动作的时候 我们要按照我们这个太极拳的规范去练习 那么第二个主要强调的就是 在这个24日太极拳里头 他还是有一些难度动作 比如说左右蹬脚 比如说独立步 比如说下室 像这种难度动作 我还是希望啊 广大的这个太极拳爱好者们 或者是学习者们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 去慢慢的行绪渐进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太极拳的这个练习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蹬的时候 蹬的不够高 没有关系 说过的 求稳 刚开始有可能你站不住 比如说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有可能 哎 要往下放一下 然后再做一下 所以说我们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的下面的支撑腿呢 可以稍微微微曲一点点 保持微微曲一点的状态 然后在蹬出去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的这个脚 如果实在蹬不出去呢 也可以保持一个微微曲一点的状态 但是呢尽量的呢 不要把它给做成了一个弯曲的这种状态 好 就微曲就可以了 脚给它勾起来 那么能控多高就控多高 慢慢一点一点去锻炼 那么下肢的动作在做的时候呢 也是要量力而行 如果我蹲不下去 因为这个跟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他就是蹲不下去 他的怀关节啊 还有膝关节等等的腿部力量不具备 蹲不下去 那就不要强行去蹲 不要强行去蹲 那就基本上就站成一个高姿势 把上肢做出来 上肢动作做出来 不要低头弯腰 把整个的姿态给他做好了 我觉得也是能够达到一个锻炼的一个目的的 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注意 还有一个就是 尤其是初练太极拳的人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不能够快 太极拳的练习 它难就难得它慢 我们之前学习云手的时候 我们说过的 你云手快着练 容易 手就糊涂糊涂糊涂很容易 可是当你一慢起来的时候 有可能左手就追右手 右手追左手 所以说慢其实是最难的 所以我们在练太极拳的时候 把自己的心境平复下来 同时呢 把自己的动作慢下来 慢的时候呢 第一是能体会到你的心理的一种平静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腿部力量的增强 因为我们在太极拳的过程当中 虚实变化很多 独立支撑的时候特别多 尤其在我们上步的时候 这种上步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都是从前往后拿步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慢慢上步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要求你的腿部力量是要强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逐渐增加我们腿的能力 另外一个呢就是 初恋者有可能 就是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可能你们看老师的示范说 老师你在做整套示范的时候 我看你每一个步子都没有点地 而是直接上去了 老师做的是一个高级的一个状态 那么初恋者你可以点地 你可以点地 怎么点地呢 比如说第一个动作 启示完了以后 也满分钟回坐 然后这里 钉部点一下地 支撑一下 然后再做下一个 罗续腰部也可以点一下地 然后支撑一下 再做下一个动作 等到你的腿部力量具备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中间这个点地去掉了 直接由后面往前面 当然是一定是 要具备这个能力的时候 腿部力量要强 平衡能力也要特别好 才可以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要注意这些 那么我们整个的太极拳练习的时候 是不是上来就练呢 当然不是 太极拳它是一个 虽然它慢 但是在这个处于半吨的 五到六分钟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还是具备一定的运动量的 所以说在这个之前 还是希望大家要做一点热身 比如说 撑一撑 拉一拉 就是你平时的一些活动筋骨啊 手腕啊 包括尤其是膝关节 因为我们尤其是太极拳 主要针对的 可能就是负担比较重的 就是我们的膝关节 所以我们的膝关节都一定要揉一揉 对 大腿要放松一下 大腿要揉一揉 膝盖要拍一拍 左右拍一拍 然后膝关节揉一揉 让整个身体感觉热起来了以后 我们再进入这个太极拳的这个 练习的过程当中 练完了以后呢 很多人就走了 就结束了 觉得它慢嘛 没有运动量 其实它还是具备一定运动量的 这个时候肌肉还是也要得到一个放松 你就要松一松我们的肌肉 大腿 小腿 尤其是膝盖 要揉一揉 拍一拍 揉一揉 那么尤其是腿部的这个 这个力量 我们都要给它放松一下 所以说整个的练习过程一定是热身 练习 放松 三个步骤 缺一不可 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去做 但是这三个步骤 不管时间有多长 你可能你这个热身 就五分钟 我觉得你只要觉得 达到这个热身的这个效果了 也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太极拳的训练的这个状态了 所以开始的时候 练习的时候 一定是循序渐进 不要着急 希望大家能够在 春节期间 在这个居家健身的这个 练习过程当中 把我们的身体锻炼好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愿补赞与 STOR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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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